蕙文綺 桃園區農業改良廠廠長廖前華 苗栗區農業改良廠長長呂秀英 台中區農業改良廠長長林學施 台南區農業改良廠長長王士賢 高雄區農業改良廠副廠長戴順發 廠長有請教也向本位請教 花蓮區農業改良廠長長黃鵬 台東區農業改良廠長長陳信妍 財業改良廠長長陳國任 總苗改良繁殖廠副廠長李美娟 廠長有請教本位文綺也准 因為他都有公事 特永深入研究保育中心主任方國韻 還有我們屏東農業生技技術園區籌備處代理主任洪恆朱 主任就是身副主委 所以現在正在宣誓中 宣誓完馬上會趕過來 好 那我們現在再請教一下我們在場的委員 喔對我們的委員鄭明忠 那我們請教在場各位委員對上次議事錄有沒有意義 好沒有意義我們確定 我們現在請林審記長就本次審查的機關單位部分做檢要的報告 請 請 指揮各位委員大家早 今天就 中華民國103年度中央政府總結算 及負責單位結算 及中紀表農委會主管的結算審的情況 惡要報告如次 總結算部分農業委員會包括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水土保出局等23個單位預算機關 稅初結算審定是1230億3000多萬元 應付保留是有37億2000多萬元 主要是農業委員會辦理加強農田水利建設等計畫 因為合約期程跨年度或是已經花包 還沒有介於完工期限能吸技術結合 剩疑是有11億3000多萬 主要是這個原來準備出售的台灣肥料公司的這個股票 為出售收入未達一期 所以相關租出減租 還有工程經費的這個結疑 在副實單位結算及中紀表 匯營業部分作業基金 農業作業基金審定剩餘2200多萬 較預算減少500多萬元 特別收入基金農業特別收入基金 審定剩餘129億6000多萬 比農預算增加了32億3700多萬 主要是收購稻股收購量較預計增加 經行政業核定動輸第二億倍金 這個波路收入增加 還有農村再生計畫 等計畫呢這個進度落後 所以相關租出減少所住 在重要水流意見部分 這個災要報告如初 第一個是農業委員會 更新來辦理農田的水利建設 其中這個第四期計畫到103年度為主呢 累計組織44億5000多萬 那102到103年完成灌溉排水 其道更新631公里 及辦理構造物 這個還有農地重劃等工程 那麼經查在辦理這個農田水利工程計畫 我們發現第一點就是 湖島農民設施漢座灌溉及現代化的管理措施 雖然這個推廣面積已經有四萬多公頃 不過呢還是只有佔全部漢地的這個面積 一層多一點 所以在後續的這個推動呢 有待再繼續來辦理 第二點是湖島農民農田水利會 加長灌溉水族的管理維護工作 那在這一塊特別建構灌溉水族的堅數網 不過我們發現在部分灌溪的這個水族合格力欠佳 還有農地污染場主呢 沒有規定來設立堅數點 這個部分有帶來加強監督 第二大項是農業委員會建構農地分裂分級的劃色整褶 到101年度為止呢完成這個農地盤點 全國農地主要生產型的農地有68萬.83公頃 保育型農地175萬多公頃 還有不可生產農地14萬 總共是259萬多公頃 檢查在這個相關計畫的這個辦理 我們提出第一個是農業用地 面臨跟非農業這個所需要的這個用地的 競用的一個壓力 那另外違規使用的情況呢 農業用地違規使用的情況 也沒有辦法有效來改善 那麼這個部分 牽涉到國內這個農地的一些 再牽涉到整個國土 國土未來的一個 還有在兩屬的一個供應 所以這最快有帶來引領 第二點是特定農業區 跟一般農業區的農業生產設施 那麼最近呢在推廣這個 這個附屬利能的一個設施 不過我們發現 在102跟103年度呢 這個通過了這些利能設施 其中它不是座落在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或是污染控制 長住整住的這個管住 那幾乎達到超過一半 那而且呢最近我們發現 在增加這種利能設施的這個建樹 越來越多 這個部分如果說 沒有做一個有效的管住呢 那未來恐怕 在大家競相去設施這種利能設施呢 又會影響到農地 這個沒有依照規定來使用 或是侵吞到這個農業用地的一個情況 這個部分呢 那麼在未來這個風險的房子 有帶農耳會議為來因應 第三是水土保除及更隙推動 整體性的治山防災計畫 那麼這個第二期計畫 總監會有128億元 102、103年的組織 50多億 那也辦理了很多相關的設施 不過我們覺得在土石流防災 跟監測最快呢 那麼有帶來繼續加強 因為在發布的這個前台的土石流 潛塑的這個區域呢 那這些相關資料呢 還沒有更新的百分比 那麼太低 第二點是在管理機關 依法公告劃定的這個特定水土保除機呢 還有14區還沒有進行通盤檢討 這個部分也有帶來 後期來加強頒管理 第三是山坡地監督管理的調查 那目前還有13萬多公頃的山坡地 還沒有完成分期 還有地幕的化定跟編定 這個部分呢 有帶來更新來加強辦理 第四點是寧露局在造林計畫這個部分呢 在99到103年度為止 這個配合這個原住民委員會 總共編列有40多億的一個這個造林的預算 那麼我們發現在造林的這個檢測作業 還有追繳違規造林地的這個造林獎勵金的管控措輸 這個部分有些這個疏落需要來加強 第二點是獎勵輔導造林計畫的造林地檢測作業 還有這個相關的租信系統 那麼我們覺得可以再來強化 第五點是阿里山森林鐵路 目前是委託從這個102年5月1號起呢 委託鐵路擠來辦理這個營運 那當然在這段期間這些發生災害的這些鐵路呢 還沒有完全修復 不過在整個鐵路擠營運的結果呢 那在103年度它虧損的金額呢 比原來也大為增加 所以我們覺得說必須要來加強營運績效的考核 跟怎麼樣來強化這個財務的這個駐足 那提升一方面提升營運安全 一方面在績效最快也不用有太大的這個負擔 第六是林路擠委託民間機構 那目前經營這個住宿的設施 目前總共有四個地方 那我們發現它在這四個地方的營運收入 還有房間的一個住用力呢 那都要跟一般的這些前台 整個台灣地區的這個住宿力 相對偏梯這個部分在都處監督最快呢 可以來強化提升它的這個營運效能 第七是農陽署加強回料的這個管理計畫 而且督導這個各市縣政府來辦理回料查驗工作 不過在實際上在查驗的結果呢 我們發現說四座回料品足跟標數的查驗 不合格力呢有竹聯攀升的這個情況 那這個部分有帶來這個應應還有加強查核 第七是農委會來推動梨龍獎勵的計畫 那麼最快在102到103年度 那天內的有7億2千萬的預算 不過實際上執行呢 那不到有1億只有9千多萬元 那而且這個孫嶺的這個梨龍獎勵的輪數跟面積 都不是很大 那沒有辦法達成原來這個有效改善農村勞動力的一個結構 這個部分我們覺得應該要排除相關的疑義跟困難 來加強推動 第九點是近五年來 那麼農委會為了確保農產品的衛生安全 加強這個蔬果跟稻米的一個相關的這個農藥殘留的這個檢驗 那麼從這個表裡面看得出來就是在蔬果的部分呢 這個合格力呢 那麼竹聯都有一個提升這個很好現象 不過在這個稻米的部分 那雖然這個百分比 合格力的百分比也蠻高 不過相對來講數有列列有這個下降 所以在未來在這個加強檢驗流程 包括這個天宿的一些掌握 還有不合格案件後續的追蹤 最快都有帶來強化 以來維護這個國民的這個使用安全 第十是農業時來委託基隆市政府 辦理八朵組移港的卸船道整建 完工以後一直沒有辦法營運來取用 這個案子經過本部督促以後呢 已經在104年度正常來營運 第十一點是部分農儀會信用部存放比例過低 整體大概只有一半的存放比例 租金運用效益欠佳 另外也有少數農會信用部 他因為不符合金融機構申請 參加存款保險的這個標準 到目前還沒有辦法來參加這個存款保險 這個部分有帶來積極來拓展換款業務 然後改善這個查核切書 就是以利這個信用部永續經驗跟保障存款戶的一個潛力 第十二點是動物保護計畫 那在推動的這個結果 包括相關法令的一些修改 不過我們發現在這個登記跟管理最快呢 那目前總部登記的數項只有佔這個加錢總數的五成左右 那麼在怎麼樣來強化這個宿主的這個責任部分 還有帶來進一步落實 第二點是保護動物保護的意識抬頭 縮榮動物照這個目前的這個動物保護法呢 不得論議來進行按熱實 那不過在這個論養力的這個部分 還有在縮榮所的一個空間呢 是嚴重來這個超縮 那論養比例也不高 這塊都有帶來解決 另外就是這個獸醫 專主倫理跟受醫的倫理不足呢 還有在總部這個登記租信呢 這個租信的公開 那麼還有帶來強化 最後是水產書院所它建築石斑裡 無特定病原的這個疫苗便宜 還有總苗量的這個裡面的這個設施 廠房完工以後呢 因為當初在預算編列 那麼沒有這個足額符合需要 所以它完工以後 裡面的這些營運設備 那麼欠缺沒有辦法來啟用 影響到計畫的執行效益 這個部分我們也請他趕快來研磨解決 以上是103年度總結論審核報告 進入農委會主管的這個審核情況 讓惡藥說明如初 進行主題及各位委員主教 謝謝 好 那現在我們要開始答詢 答詢之前向委員會報告 我們做如下宣誓 一 每位委員8分鐘可以延長2分鐘 然後我們在上午10點截止登記 請登記第一位的曾明中委員 請 執行 曾委員請 謝謝主席 我們請 農委會副主委 來副主委請 副主委因為在宣誓 所以主任秘書 好 謝謝 來請 等一下官員上來的話不必再行李 rainforest 不然這樣太浪費時間也太累了 直接就上咨询台 好 准备 谢谢 审查报告的第九点提到了 99年到103年 苏果及稻米的荣耀残留的检验合格率 苏果的部分99年是92 到103年是95 稻米的部分同期间96% 到96.26 到103年是96.15 反而曾下降的趋势 请教主命 这个合格率在国外的情况是怎么样 报告曾委员 国外的合格率的话 一般的话大概都是差不多95以上 我的您可能还保守一点 国外都非常高 那因为这关系到全民的健康 关系到全民的健康 所以再问一个问题 农委会委托其他的学术结果的研究 是怎么抽样 你们知不知道 因为他你检查你不是全面普查 你抽样是怎么抽法 主命 晓不晓得 对农产品的抽样 要看的话就是农委会有几套制度在让 比较基础的安全的部分就是QR Code的这个部分 再来就是集员埔 再来的话就是产销利率 还有的话就是有机 那的话就是如果是产销利率的话 它是采取的话就是由验证机构的话 就是随机去抽的一个抽样 抽样的比例是大约多少 抽样的比例的话 它的话因为如果在产销利率方面 它是采取的话就是三级管理的一个制度 所以的话它的话就是 按照的话就是它的话就验证机构 在这验证的时候的话 除了田间的做记录的话 要做抽样的检查 那不合格是消费还是退运 还是做怎么处理 在产销利率方面的话 到目前为止的话就是 还没有发现的话就是不合格的 那我跟你讨论 这些不合格的部分是消费还是退运 还是做怎么处理 这些不合格的部分的话 是不是在产销利率的部分 是在的话就是一般 就是在 对那一般的部分怎么处理 在农阳署方面的话 就是对于抽样不合格的部分 就是控管 那个不得贩售嘛 那如果有这些的话就是 在田间还在 还在的话就是 还没有采采上来的时候的话 就等于的话就是有些是耕锄 有些的话就是等一段时间 达到安全程度的话才采采上市的话来做处理 所以因为不管是蔬果也好 尤其蔬果是合格率有 往比较好的趋势 也就是合格率有在提高 那稻米反而会在降低啦 所以我要要求农委会 因为关系到全民哦 关系到台湾地区两千三百万的民众食的安全 包括蔬菜 包括稻米 关系到每一天民众食的安全 农委会 能不能采取更具体的措施 让这个不管蔬果也好 或者稻米也好 它的 农药的残留的合格率 能不能够提高 能不能再采行相关的措施 比如说 提拨更多的经费 或者是在抽样更错时 或者战后怎么处理 能够强化 农委会能不能朝这方向来努力 好 谢谢委员的指教 农委会一定会朝向这个方向来做 而且在制度方面的话就是 以后就往 就是往比较高 高度管理的 就是产销利率跟有机的方向来操作 那稻米的部分 93年的话 确实有比较低 是90% 等到94年的时候的话 已经提高到95% 以后的话会继续努力 那能不能要多久 给你半年时间 有没有问题 能够提出具体改善强化的办法 因为这关系到台湾地区 2300万石的安全 你这个假设这个农药的残留 尤其它残留的比例太高 真的不行 半年有没有问题 可以的话就是半年 谢谢 谢谢您 我们希望明年 我也希望 主继 審计部 明年 或者今年在查核的时候 把它类为查核的重点 也希望 審计部能够替全民做好 做把关的工作 谢谢審计部 也谢谢农委会 另外跟你讨教一个问题 现在 竹蜜 现在台湾地区的农户 每户所得是多少 每户 每户 每户的平均所得的话是102万 不是 8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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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户 那每人 我认识103年的资料 84万 没错吧 農委会的家庭设置调查的话 平均每户是 每年 每户的话是102万 好 102万 那 跟你讨教 我的资料是 我这个是103年的资料 是 80万 那跟你讨教一个问题 90几万 来自 非农会所得是多少 非农会所得的话大概占8成 对 占8成 这个比例多久没有变化了 这是一个比较结构性的问题 这个的话就是要改变 的确在台湾小农经济之下 除非有特别的做法 要不然要提高的确有它的难度 那 不管是80万也好 或者是100万也好 那再跟你讨教 这个金额跟 非农家的比较 是 大约比例是多少 農業所得 在 非农家所得的话 是 不是 农户所得 农户所得 您讲的100万也好 或者是我这个 103年的度的 84万也好 跟非农家所得 大概是占 比 非农家所得的 87 大概9成左右 也就是非农家的每户所得 会比农家所得 高了13% 是 那 跟你讨教 那怎么样 为什么 为什么会 农家所得 会比 比 非农家所得 低10% 这还没关系 另外 这农家所得里面 有80% 80% 是来自 非农家所得 非农家所得 那这个比例 大概几十年来 几十年来 几十年来 就是这个比例 这个说法 对不对 那 请教主秘 农委会 有没有要想到 怎么样提升 是 农父的 农会所得的办法 农委会 就是 5号领之后 就是开始检讨的话 就是 小农经济的 家庭农场之下 怎么样的话 就是让小农的 收益能够提高 所以 未来在 农委会的 规划中 会特别强调的话 就是小农整合经营的一个 经营模式 特别的话 农业合作社 特别的话 就是 农会跟 农企业 整个来带动小农企业的一个 合作的一个发展 从产到消 整个用合作经营的方式 来提高 这方面的话 可以的话 降低它的生产成本 也可以提高它的价格 跟收益 那的话更结合的话 安全的产销履历的话 就是来接合来推动的时候 这种新的模式的话 我想大概的话 就是可以来 渐渐提高小农的一个收益 改善 农民的收益 跟生产的结构 好 那 非常谢谢您 现在已经有 正在检讨 也会 未来有一套具体的办法 能够改善 农家的所得 那你改善这个部分 是农业所得 不是非农业所得 是农家的农业所得 对 那现在是 农业所得 只有占百分之二十 您预期 会提高到哪一个程度 现在只有占百分之二十 农家的农业所得 只有占百分之二十 非农业所得占百分之八十 您预估 三年内要提高到多高 提高农业所得 跟生产产销结构 这是长期的事情 对 那你总要有个目标 比如说 你三年内 要提高 其实太高 因为是长期结构性的问题 你要提高百分之三十 或百分之四十 有没有可能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牵涉到农家的 农业的所得 跟非农业的所得 对 没错 如果非农业所得的话 就是它成长速度比较慢 农家相对就会比较快 但是跟您说明 最近几年 最近几年 非农业所得 其实成长的比例不高 你放心 你尽量提高 你的农业所得 你预估 三年内 成长的百分之十 到三十 有没有可能 你说半年内啊 三年内 三年内 我们来努力 好 那另外就是您相关的 有关提升农家所得的部分 半年内 就您刚刚已经讲很具体 或者一年内 能不能提出具体的办法 因为我也来自乡下 我家的种田 很多农民 现在尤其是 尤其是种稻 种稻民的民众 种稻民的农户 其实长期来 政府没照顾他们的 你现在种蔬果的 种林务的 种水果的 其实他们所得相对是不错的 但是种稻民的 政府啊 长期 所以我也知道 你们透过收购 但是基本上 还是没有充分照顾 种稻民的农户 所以 一年内 您刚刚讲 或者半年内 能不能提出 怎么样增加农户 所得的具体办法 是 我们来努力提出来的话 一年内 我们提出来之后 会把相关的 那个 做法的话 跟委员做报告 好 一年内没问题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请 吴炳六委员咨询 吴委员请 主席慢慢请 一月署 陈署长 跟水事所 陈署长 好 一月署水事所 请 早 本席来自 选区是新庄 但是我因为以前在台北县政府 当时担任 基要秘书 所以关于 我们东北角地方的问题 跟你们请教 是 在台北县政府 现在新北市政府 在 共苗 毛澳湾有一个 水产种苗 这个 试验所 对不对 这个你们知道 种苗 繁殖场 什么 繁殖场 对 靠近一点大声一点 不然这样听不到 那 东北角渔民 尤其是养殖医院 最大的问题 就是 九孔苗 从中国引进了 便宜的九孔苗 结果得到病毒 全部都 九孔现在几乎都没办法养殖了嘛 是不是这样 这是过去差不多十年的 十年前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 我们已经协助业者 用本土的九孔 跟一些 本土的九孔有恢复多少 多少程度 恢复到这个 两三百吨的产量 以前最鼎盛的时候是多少吨 东北角的话大概一千多吨 那现在两三百吨 那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嘛 是因为 这 应该说从去年 我们开始找到解决的方法 现在已经在协助业者 去年才找到解决的方法 这十年来 东北角的 就是 养殖鱼业的这个农民 这个渔民很痛苦啊 那 他们过去取代的替代方案就是养殖鲍鱼嘛 那养殖鲍鱼的状况怎么样 呃 养殖鲍鱼的情况是 也不是很好 那我们现在用杂交的 就是 用这个 做盘 做文豹 跟这个 台湾的九孔的杂交种 现在已经取得比较强势的一个品种 那目前养殖的情况是不错的 我要跟你 提醒 当年 要以前居为鉴 当年如果不是贪便宜去买有病毒的这个 那么便宜的这个九孔苗 从中国到台湾来 不会整个台湾的九孔全部都倒了 那 你现在说你用新的强势的方式到去年开始 我希望多努力 但是同时啊 也要让渔民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你贪便宜的结果 第一个贪便宜的结果 可能是 不好的 那养殖技术既然新的品种 你如何让它进步 再来就是说 你这个新的技术不要又被拿去中国了 我们台湾很多养殖的渔业 一有了好的种苗 好的技术又被拿到中国去复制 就在中国沿海 一养又来跟台湾的这个养殖 又来这边对打 怎么样去建立 这个渔民 这个养殖的渔民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如果复兴我们 新北市当初东北角这些 这个 酒孔类的这些的养殖的这些繁荣的景象 这个要请你们好好努力可以吗 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 对 可不可以 早一点让我们那边的 至少 让当年 当年 讲到东北角 大家最想到的就是酒孔 有些酒孔幾乎都 我老白讲 我们有时候在吃半桌 餐厅 端上来跟我讲酒孔 一看根本就是小鲍鱼嘛 所以 应该赶快想办法 帮我们东北角共寮地区的这些渔民 先请回座 请 主任秘书 廖主任秘书 主秘请 还有 农业金融局许局长 金融局请 金融局也先来吧 金融局先来 主秘 好来 当年购买雷曼兄弟在 那一部分总共赔了多少 麦克风 麦克风 麦克风没有按 那个应该是5.7亿左右 什么 总共收回5.7亿左右 我是问你总共赔了多少 你跟我讲总共收回5幾亿 总共买了50几亿嘛 对不对 50几亿 但是我跟你讲 联动债的受害人 都在本席的办公室陈勤 然后跟银行之间协调 很多联动债购买的 因为他当然有不同的状况 很多都已经赔付到四成多五成 为什么你们农业金库 你们这个 买了50几亿的联动债 现在才赔5亿多 因为那个外国联麦兄弟在的 的那个产品他会去 他最后会去拍面会去清算嘛 他有一些会 再发回来嘛 对不对 对他 他因为有些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全部赔付完 那有些公司 国外的国际公司 已经在收购了嘛 那陆陆区域在收购当中 所以陆陆区域 隆会金库陆陆区域处分 不是我是要提醒你 你刚刚我讲什么你有注意听喔 是 个别的 陈青人 在我那边陈检案件 他们跟银行之间的雷曼兄弟债 现在的赔付有的都高达四十几% 五十%了 结果你买五十六亿的 五十几亿的雷曼兄弟债 希望说你现在赔付才赔付五亿多 为什么你的比例特别低 那个报告委员 总共收回差不多30%左右 那应该是50亿 应该是15亿左右 15亿 好那收回你们怎么裂账 因为你们当年办减资争资 收回以后变成 農業金库的背底呆账 那个去打消他的呆账 那是農業金库的收入 然后去提裂成背底呆账以后 来打消呆账 不是啦 你们当年就已经办减资争资 你们当年不是减资100亿吗 对减资100亿啊 然后又增资100亿吗 对对对 所以当初减资100亿 就是为了这些投资私利的嘛 对 那所以已经不在资本里面了嘛 对 那我说你现在收入列什么账 收入进来以后 收入以后 挂在背底呆账 背底呆账 背底呆账 背底呆账嘛 那这个是農業金库的背底呆账 背底呆账以后 作为未来如果有预期放款的话 来作为打消呆账之用 所以你除了普通的背底呆账之外 你还利用了这个减增资的结果 现在额外收回来这个雷曼兄弟债 当年会去办减增资 基本上就是认为那个大概 大概没希望了嘛 是 所以你才会整个都减资掉 是 是 但是 现在发现雷曼兄弟慢慢收回来 如果照你现在的想法 收回30%15亿 第一个 比例还是偏低啦 你去查查看别人投资雷曼兄弟债 平均现在收益是多少 你现在不要 我的意思是说不要烂卖喔 你说有国际公司要来收购你这个雷曼兄弟债的这个债权 结果如果他给你收购你是给他收购的比例比较低 结果他人家赔付比较高的话 你等于是 可以多收回来的钱又没有收到 再来你把它放到背底带这样合理吗 報告委员 这个是一种收入嘛 收入 刚刚委员有提到说 这个已经 已经当初 当初那个增资100亿以后 增资100以后已经变成禁止的一部分了嘛 那所以收入进来以后 不太 不太容易再分 照比例再分配出去 因为已经变成禁止 已经变成资本的一部分了嘛 所以 所以是放在那个 那个 那个收入 是放在荣卫金库的收入去做 背底带账之用 对啊 那你没有把它放到盈余嘛 对不对 对 因为我刚刚看到你们的EPS是很低的 每一年的EPS大概才0.3元不到啊 对因为荣卫金库担负的那个 我知道 你要跟我解释那一套说 对付了什么样的责任 我现在跟你讲 因为新政府接任 这些都应该盘点清楚 不是只有农业金库而已啊 你们农委会 底下的这些基金会也好 你们转投资的 国民事业才转投资的子公司也好 里面扯烂路的一大堆啊 你们能不能短时间盘点清楚 向国人做清楚的报告之后 大家才能分得清楚是谁的责任 当然去买雷曼兄弟债 这个是民国96年的事情啊 那我是要提醒你 你也要去查别的人 在雷曼兄弟债被赔付的比例 跟你们农业金库被赔付的比例 是不是不一样 如果你们在这个地方 能够再替国人 多拿一点回来 这个才是 对过去的错 才能够有稍微弥补啊 而不是很简单的 反正那个我都剪字掉了 然后我现在能够收回来多少算多少 剪字回来之后放在背底待账 那将来有待账的时候 我用这一条去打消 欸我看起来账面还很好看 我想目的不是这样喔 那个不是我们的目的 好不好 报告委员因为背底待账 背底待账未来 他如果少提列背底待账 他的盈余也会增加嘛 增加以后还是会分配到 分配给回来 原来所有的股东啦 不是啦 基本上农业金库的目的 要你们赚很多钱是很难的 我只是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你要去注意到这一块 那另外就是说 在不同的时间 所造成的缺失 你现在因为新政府要上任 我跟你讲你们曹 曹主委跟我很熟 他从他当神医院的时候 我就跟他很熟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前面的人的责任 跟你们的责任 大家要画清楚 所以要盘点清楚啦 我的用力在这个地方 那另外我也提醒你 我刚提醒这一点 你都一直还没有回答 那是你今天可能也没有答案 你要你回去查 为什么人家的赔付 有的到四成多 有的到五成多 你们农业金库的农 你一半兄弟这边只有三成 好这个可以根据银行界查 这个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好最后 你请回座问主命一件事情 2013年到2016年 编了十亿八千万 预计要完成2160公顷的农地重化 结果你今年是2016年了 到现在才完成百分 才完成170公顷 完成率不到8% 这个执行效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当初定的目标错呢 那这些预算呼喊了没 本来的预计化 要十亿八千万农地重化 要重化2160公顷 结果三年时间快满了 剩下半年而已 只有做不到8% 盘点清楚可以吗 啊那个谢谢委员 我们来盘点清楚 您方面也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农地重化 是从民革47年就开始办了 办到现在的话 已经重化了大概是有39万公顷啊 那这39万公顷是属于比较优良的农地 那的话就是重化它是以过去水田方式来做一个重化 所以剩下的话就是比较编年 我现在不是跟你谈历史 这个是根据你们的报告 你们的计划 2013到2016你们自己计划 编列十亿八千万的预算 要重化2160公顷嘛 你这个计划我是问你的执行度 到现在剩半年就要完成喔 结果你的执行到现在不到8% 我是在问这个问题 那如果是原来的计划错误 就承认计划错误 要修改 那你的预算是不是用掉了 这个也是盘点的一部分啦 过去的政策到底执行的程度如何 因为今年的5月20 这个新的政府上任 如果你在这方面不能盘点跟国人讲清楚 到了今年的年底 大家来算账的时候会讲说 哇你们农委会的执行序 是这么的糟糕这么的差 这账到底要怎么算 所以我是提醒你这一点 是 谢谢委员 我们滚动来检讨 好 加油齁 好 谢谢 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咨询 欢迎请 谢谢主席 马上有请沈记长 沈记长请 还有农委会的副主委 副主委 因为现在还在宣誓 所以主任秘书 主任秘书啊 可以 是廖主任秘书嘛 是不是 廖安定主任秘书 对 好 我先找 沈记长你找 我手上有一本喔 沈记部 专案審查报告 沈记报告 没错 是 那你们为什么要出这本书 是的 这个是在整个沈记租信的一个公开 那么包括沈记机关的努力 然后相对来讲 在这个主管机关 经过沈记部督促以后呢 那么它采取的一些改善措施 这个也是在目前在沈记机关的做法 你们知不知道 这本书卖多少钱 这个书我们除了有运输少数族本以外 我们在全球的网路上 我们有揭露 对啊 我问你知不知道卖多少钱 你知不知道这本卖多少钱 我们有照出版品的规定做一个定价 这本一百块啦 那当然你们那个纸子啊很精美 上面有很多照片 用的纸的磅数啊都非常的够 这本卖一百块 那当然我 審计部把好的专案審计报告 那接出给大家知道 我相信你的目的是要让大家认识到審计部 工作的努力 还有工作执行的成效 所以你们一定是在一年度当中 特定重要的案子 你们挑出来 印成这样子的报告 審计部主要的用意应该是在这里嘛 好 那我更在意的事情啊是说 当我们在处理决算審计的时候啊 是对于过去 政府预算的编列 施政的执行 有没有达到具体的成效 我们来做一个检视 如果没有达到具体的成效 该做的事情没有做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啊 责任的追究 你今天 你今天 印出来的这一个 有关于这一个种鱼培制厂 有石斑鱼的 农委会 在2010年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因为面临到 石斑鱼的养殖 面临到病毒的问题 然后媒体说 如果病毒不解决 台湾恐成为石斑王国 那同年度 这个计划就开始了 2010年到2012年分三期工程办理 总经费6498万 那这个我是从 審计部的网站上面 抓下来的资讯 那但是在你们的资讯当中 我看不到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 我知道 到2013年年底的时候 要盖的这一个养殖场 还是处于闲置的状态 那这一个鱼苗培育场 你说啊 目前已经正常供水供电供器 开始进行培育 所谓的这个目前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 是2014年吗 还是2015年 是的 跟委员报告 我们这个租信 在104年的一月份来发布 所以是2015年的时候 发现它已经有改善了嘛 那你们在今天的审计报告说 2014年8月19号 含请农委会查明 妥善处理 这个是在你们20 在你们今天所交来的审计报告 上面讲的 说你们2014年有含请农委会 妥善处理嘛 好来 请农委会 审计部期你们妥善处理 你们现在处理的结论是什么 呃 报告委员 呃 这个磨厂在103年 拿到使用执照以后 我们已经开始在使用 而且呃 在去年又加装了一个电解水的系统 目前的运作都很正常 已经可以做 我现在要问的事情啊 是 神机部啊 把这个当做它非常骄傲的成绩啊 还一本花了 我也不晓得成本多少钱啊 但是我知道卖一百块 在网路上面 各大网路数据通通都有在卖 那 神机部让他们 让大家了解他们工作的成效 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啦 是不是有必要 硬要这么漂亮 以后我们可以再讨论 但是我更关心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出了这么大的包 農委会有没有究责 报告委员 当时这个状况是 营造商 他白烂了 做到百分之九十几的时候 他 不肯再继续做下去 因为 他觉得有一些工项 应该我们要给他钱 但是我们不愿意付这个钱 所以到最后他就跑掉了 我这个厂商 目前我们还透过诉讼的结果 已经定验 我们在追究他后续的一些罚款 所以农委会检讨的结果是 全部都是厂商的错 是不是 然后相关内部的人员 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没有可规则之处 这是农委会的结论吗 当时我们的同仁都已经 尽力在处理这个状况 因为包商合约的 没办法执行的部分 我们尽力 来 请省记长 农委会认为这完全是包商的错 那农委会内部的同仁 处理这件事情 无可究责之处 这个是審计部的结论吗 是的 这个农委员报告 就是这个案子 当然 刚刚 主办团队的报告是其中 也您注意 那我们另外发现就是说 他整个经会的一个仇措 还有在这个分期花包计划裡面 包括说 他是分成几栋来这个花包 那花包以后 是不是相关设备 有没有马上到位 这一块在一些 苏眼的驼入这一块 其实也有发现 我们发现所有这中间 可以来检讨的地方 来 农委会请阻密 农委会可不可以把这件事情 你们内部办理究责的情形 包括对厂商 或者是内部的同仁都没有错 你们自己调查的过程 跟调查的结果 是不是能够提一份说明出来 好 我们回去的话 把这个部分的话 请尽速提 再送给委员 好 这样子审決算才有意义啦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 虽然我是一个新的委员 我每次在这边审決算 我都觉得很纳闷 如果过去的结算出了包 责任都没有办法追究 那我都不知道 我们花这么多时间 在这边审決算 是在审假的 台湾石斑渔业者 所面临到的困境 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 一开始 对我们让利 要我们去那边 出口 契作 技术输出到中国 结果现在 所面临到的困境是 中国消灭台湾石斑的三部曲 套 仰 杀 导致现在 石斑的危机 台湾的青斑鱼 快要被中国的龙虎斑打趴了 那我去财政部 官务署进出口统计资料库 我就看同年期 去年跟今年 同年期 同期 1到3月 我们的出口产值到中国 下滑42% 农委会 对于我们现在石斑的养殖业 石斑鱼还是不是台湾 之光 要怎么样去处理 被中国窃取的技术以后 我们所面临到的竞争压力 请 主任秘书 我想 这个谢谢委员的指教 我们的石斑鱼 虽然过去几年的外销大大陆 成长的速度的话 就是倍增非常快 但是这个风险太过集中 所以未来的话 我们一方面要开拓大陆以外的 信心的市场 同时在国内这一块 以前是高价的都会 跑到大陆去 现在国内消费这一块 都会需要来加强 我希望农委会 记取过去 犯的错误 不管是技术的提升 在养殖方面 我刚刚为什么特别提这件事情 你做这个培育场 我们就是要协助养殖业者 结果拖了那么久 工程延误成这个样子 那业者所面临的是中国 他们窃取我们技术以后的养套沙 现在台湾的石斑业者快要被打趴了 我希望农委会要正视这件事情 第二个 你们有没有看过前一年度的决算 执行率这么离谱的 到第二年度的预算还是继续这样编的 我们会要求他检讨 因为而且目前大概上个礼拜 我也有找那个过单位的那个会计长 来盯他们的那个执行率 主机长我会请教你 以你这么丰富的公务经验 执行率12% 到第二年还照前一年度 同样的额度在编预算 那这个预算是闭着眼睛在编吗 事实上我们每个月都有检讨 而且要叫他们报上来 而且上个礼拜我还有就是请 没有我当然知道这是你前任的事情啊 我现在在问你并不是在怪你 我现在是在提醒你 未来在预算编一类的时候 不要再出现这样的状况了 是的 来请农委会 你们为什么预算是这样编的 跟大家解释一下 谢谢委员的指教 因为这个黎龙奖励啊 是从105年开始事半来推动 他是以计划型的方式来推动 那刚开始的话 事半推动的话 目标确实定的比较高一点 而且的话就是他的配套的话 还不是那么完整 那未来的话就是 这一部分 因为黎龙年金是针对65岁以上的 那个的话就高龄化的 希望他们把农地释放出来 那未来的话 我们在滚动的在做一个检讨啦 未来我们的话会并入年金改革 我们先不要讲未来啦 今年 你们又编了1亿0800万 我看了啦 预算数字是1亿0800万 你们觉得今年你们的执行率 可以到百分之多少 讲一个数字出来啊 因为去年 你们有降低没有错 但是执行还是只有5650万 执行率不到50%喔 今年你们又编了1亿0800万 没有关系啊 我们到年底明年再省决算 再来验收成果 但是我要留下记录 農委会觉得 今年你们编的1亿0800万 执行率会有多少 讲一个数字出来啊 你自己编的预算你要很有信心啊 说我当初编预算的时候 不是闭着眼睛乱编的 我很有信心 今年的执行率 百分之90以上没有问题 是 说得出来吗 我想跟委员报告 大概执行率的话 就是目前预估大概4到5成喔 那106年 你现在预估4到5成 那你去年这个预算是怎么编的 去年编预算的人是谁 预算可以这样乱编吗 农河会的预算是滚动在检讨吗 那因为 对啊 你一直跟我说滚动在检讨嘛 现在我就滚动给你看嘛 从2013年滚到2016年了嘛 是 从这个数字跟执行率 你感觉有在检讨吗 是 所以的话就是喔 因为520新政府上任之后啊 检讨的话就是 下年度的话大概只有 只有降为大概5千万左右 好 跟你们前面这个鲤农计划有关系 有一个更大的 调整耕作制度活化农地计划 这个计划听过没有 知道这是农委会农粮室的计划 你们执行是2013到2016嘛 是 主席站起来了 没有关系啊 我未来在其他场合的时候 因为这件事情有非常多要讲的 那可能时间也不够了 主席站起来我要尊重主席 谢谢 谢谢沈记长 谢谢主秘 好那农委会有关这一部分 那因为 黃委员还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咨询完 你们派个人去跟 黃委员沟通一下 还有一些问题赶快处理 好 谢谢黄委员 来我们请耐世保委员咨询 耐委员请 主席各位先进 我们先请一下主席长好吗 来主席长请 来主席长你好 这个 我看我们对于GDP的预估啊 几乎那些专业机构啊 越估越低啊 最近大概一两天前 那个台中院估了说不到1 不到一个percent 我们林前院长的保一目标啊 几乎就落空了 按照他的讲法 台中院他的估下来大概0.9多了 0.92吧 印象当中是0.92或者0.9几 主席长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啊 你现在出口又一直在黑 然后大家当然预估希望Q3能够回正啊 你对于整个我想你整个数字啊 你都很清楚啊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跟委员报告 那个六月份的时候 国外也有个机构估计我们是1.3 比我们的估计还落关 那台中院的估计 知道我们尊重 而且跟委员报告 1.06 1.06 1.06是什么时候估的 是5月底的时候 5月底的时候估 下一次什么时候出来 下一个是8月底 有没有可能 是的 因为这个经济大家很关心嘛 是的 有没有可能从你开始 你建立这个制度 是的 过去是一季公布一次 能不能把它说短 应该不说短 比如说两个月公布一次 或者一个月公布一次 那个跟委员报告 有些资料是寄资料 因为我们在估计的时候 是根据 有些是寄资料来估计 那 所以你可以要求 它变成一个 一个 一个 就是 我们 可以 试着来看 你看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 这个以现在动态来讲的话 老百姓大家都这么关心 三个月其实interval有一点长 平常心想有点长 就是 那讲一句土话 没附期 我也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食堂公布那个 经济成长的数字 也容易造成恐慌 不会吧 怎么会恐慌 这个 这个讲法是很奇怪的 我说这个讲法是很奇怪 怎么恐慌呢 就事实啊 现在不是强调透明化吗 对不对 现在强调透明化 一切transparency 对不对 既然强调透明化 那就是透明嘛 你所有资料给大家看 自己判断 对不对 台经院 中经院 台中院 他预估多少 你也预估多少 这样子大家公布 我觉得 资讯越多越好了 对不对 不用担心 好像怕了 这个讲实话 怕老百姓恐慌 后来的事情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你是活在哪个世纪啊 怎么会讲这个话 很奇怪 这个主机长 对不对 照理讲要 这个新政府大破大力 是不是 一切让老百姓知道越多越好 怎么会说 怕说恐慌 怎么会恐慌呢 你看你们现在保育那么困难 你没有恐慌啊 谁恐慌 国法会有再提出各种计划出来 各种方案出来 我们希望能够保育 那个促进经济改变的事 那些东西 你是管统计的管发布的嘛 我想 我想我不会去 去过度的去要求你 可是你刚刚讲那句话 是有问题的啦 是有语病的 这个东西啊 我希望不是你 我希望是你是 群疾之下 这个脱口而出的啦 什么 知道越多恐慌 那些人 对不对 我们不会被吓大 好啊 你请回吧 我们 你请回 谢谢 我们请那个农合会的 这个副主委是 副主委现在还在宣誓 所以主任秘书 主秘是吧 廖主秘好不好 好主秘请 那就廖主秘还有沈记长吧 沈记长请 那主秘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吗 我不知道啦 我们看到你们的老板 农合会主委提出一个叫做 早气产店 这个事情哪一位比较少 那个应该序幕吧 是 序幕处副署长 蛤 序幕处王副署长 好副署长 来 这个比较清楚了 跟我们讲一下 早气产店 你已经做多久了 然后你规模要搞多大 先回答一个问题 台湾猪有几头 台湾猪 台湾猪有几头 台湾猪 仰猪 550万头 再养头数 再养头数 550万头 他的牌系 可以马上把它收集吗 你这个收集也是要 有经济规模 你要这出一个 那出一个 一定是大的 这个养猪场 它比较有可能 这个早气 台湾现在的处理的方式 分了两种 一种是 依照环保署的规定 就是所有的 经过三段式处理以后 然后废水 要符合排放水标准放流 另外一种是 配合水物费征收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来 这个私贯 那这两种部分都有在做 不是 因为主委 我要问你的是 你的主委讲得很大声 叫早气产电 哇 听起来很伟大的政策 其实这个政策 早就在做啦 早气产电 已经做几年了 你告诉我 早气发电 这个技术是早就有 不过我们现在 而且已经在产了 已经卖给人间局了不是吗 开始有卖了 请问你 现在一度卖多少钱 现在一度是3.9 3.9嘛 然后有立委提案了嘛 说希望一度卖5块 照顾猪龙嘛 是不是 有立委这样提嘛 是不是 你们接收吗 5块钱你接收吗 我们有估算的成本 他们现在的成本是比较高 大概要4块7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5块钱 你看人员局 他收购 是人员局跟你收购嘛 对不对 是希望能员局朝这方向来配合 人员局是说他太多啦 5块钱有点辛苦啦 他跟你讨价还价4.9多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你告诉我们好不好 你如果最大的 这样子产量可以多少 可以发多少电 呃我们估计一年如果 能够现在集体的 因为集中式的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每一个都要整发电 当然当然 大概是两千头以上的 在养头数 他是比较符合经济规模的 对 我们会辅导他 朝早期发电 那我们一年大概有大概 五千的千瓦左右 朝这个目标 五千个 五千千瓦慢慢推动 很少耶 是不多 因为 非常少啊 非常少啊 你知道我们总发电量多少吗 你搞不清楚啊 我跟你讲喔 你这样的比例啊 占的大概不到千分之一 甚至于不到万分之一 很少很少啊 所以 我要强调一点是 这个东西是跟环保结合在一起的啦 对不对 是跟环保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里面 那个量啊 产多少是跟 那个 面积有多大也有关系啦 也很有关系啦 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 其实 你们已经在做了啦 而且我们都知道 那个量实在是非常少 因为你 那个 养猪头数很少的 那个不可能嘛 一定是大的嘛 大的面积 那个成本才能够 划算啦 你一点点 比如说你只有 只有100头 200头 那个 对吧 我这样讲对吧 是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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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当然 你们去接环保啊 我们 没有太大意见啦 你们有什么做法 但是已经在做了 而且 我所了解的 成本还弄得蛮高 有没有办法 想办法降低成本 呃 现在是有 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在做 没有寸点 你可以想我们一般用电 两块多钱 成本两块多钱 你一下子要搞到 四块多 你怎么去弄呢 你这变成是 这变成是 强迫政府要跟你 跟你收嘛 对不对 以经济驾驶来讲的话 那个是 等于是政府的一个 政策上的补贴啊 解决反保问题 解决你们的一些 这个这个 就给你另外 另类的补贴吧 对 这个是结构上的问题 我们现在讲 因为我们目前 早气发电是因为早气是甲烷 那甲烷对那个 个空气的一个暖化的比较 他是比大氧化碳要高到20倍 所以如果能够把甲烷利用燃烧以后 他对于其实对于这个温室气体的一个排放 他是有减量的效果 当曹主委提出来早气发电 早气产电的时候 其实你们都在做了嘛 已经做了几年了嘛 对不对 事半几年了嘛 大家马上嗆声 说收购成本太低啊 没有办法回收 你要怎么说 事实上是因为他有几个技术上的观点 是因为要突破 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脱流 脱流设备 那脱流设备现在还需要再整理 然后再降低他的成本 不然的话 可能在整个压缩 减压缩这些东西 都还要再增加 你请回喔 你请回 你请回 那个主命啊 我刚才想要问你们的 陈副主委 陈己仲嘛 对不对 因为他讲到啊 有关于美株开放育合 要做科学上的风险评估啊 他特别提到了 叫做行政院底下设一个 独立风险评估委员会 或者风险评估中心啊 请问你 这个进度在哪里 什么时候给我时间表 什么时候要试 什么时候开始运作 这位长官你如果知道你讲好了 没关系 来来你讲 你讲清楚 刚刚委员报告 这个计划已经报到行政院 那现在行政院还在审核 是不是有这个 你们心目中总的timetable嘛 行政院什么时候出来 请问要不要送立法院 这个部分先送到行政院 那在整个作业的过程之中 我们会尽快 啊 经费来源呢 这个大概是委托民间 那个可能会编这个预算 跨部会 这是属于跨部会的一个形式 所以你们现在在行政院审 所以hopefully最快就是六月底可以出来 行政院出来你们就实施了吗 来主委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跟行政院保持密切联系 不是一出来你们就实施了吗 还是怎么样 目前还没有这个具体的一个时间表 你要跟我们讲啊 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监督啊 因为要强调 因为大家强调 大家现在一直强调 整个是透明化 不要黑箱 我们希望这个部门的 这个委员会的运作要全面透明化 要让我们社会大众知道 是 主命你都不知道 非常谢谢委员的指教 我想特别话有他的一个 我想当然要先接受立法院的解读 最后一个我想请省记长讲一下 来来 省记报告里面有提到啊 你说我们农业农金部门啊 你们底下有三个新有盒子 就里面的万卵跟桃园的观音 没有办法加入存保 这部分啊 你特别提到 你怎么来处理 你们对他纠正是什么 金融局的 农金局的局长 人家这样子要打你枪喔 万卵跟观音已经加入存保 已经加入了是吧 还有特别提到 省记部特别提到说 你们的存放比例过低耶 这里面都只有50%左右 53.6% 那你怎么改善 增资 不是 因为 现在总共有310家农与会信用部嘛 他分散在所有的乡镇 那每一个乡镇的经济条件 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 有些当地 经济条件比较差的 他的存放比率一定不会高啦 所以我们现在 现在制度设计上来讲 他有余裕资金的话 就转存到农业金库 由农业金库 来做大额的放款跟投资 好 这部分你们要对外宣导一下 好不好 谢谢 好月圆请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 有请农委会主秘上台 是主秘吗 今天 主秘请 委员你好 主秘早 昨天我们有发布一个办公室 就是针对农委会管的这26家的财团法人 提出了一些质疑 包含这个事业定位不明 然后这个薪资不符比例这些等等的问题 不知道竹蜜你有没有看到 有农委会看到了 农委会有看到你也有没有看到 我也看到了 我想先请问你一个问题是说 这个是你们送来我办公室的26家财团法人吗 但是就我知道 应该是有72家 是吗 这个部分是 就是政府建设50%以上 还有立法院这边的话 特别就是在一结算审查的时候 有10个农田水利会的部分的话 就是民间的也加进来 另外的话就是农委会所监督的 如果不属于刚刚所讲的范围 大概就没有在这个部分 所以这次送来我办公室只有26家的原因 对 了解 好 下一页 那我想先就 这个人事费占预算收入比例 来看一下这个资料 我们看到说像 潮工农业水利研究发展基金会 预算收入只有769万 但是人事费用就占了726万 好 这个费用在收入比例高达 94.41% 那除了这个潮工农业水利研究发展基金会之外 事实上也有非常多个相关的基金会 占的比例 你后面没有 我这边有 对 好 你可以看到说像这个 水利研究发展中心 台中环境绿化基金会 台湾区卖鱼发展基金会 中央续产会 台湾两岸渔业合作发展基金会 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桃园农田水利研究发展基金会 台湾地区远洋 远洋鱼类产销发展基金会 这么多个基金会 它的这个人事费用比占预算收入都超过50%以上 那这个部分你们是怎么样去去集合这些主持的绩效的 你的考核指标是什么 这些单位收入跟费用几乎是画上等号 我真的蛮怀疑他是怎么做事的 所以我想知道说你们的考核绩效是什么 报告委员 因为刚刚委员所讲的这些单位的话 确实人事比例是有偏高 但是他这些单位的话 就是以前他有成立的一个背景 比如说十佳农田水利会所监制的 以前他不是公法人 所以以前跟本人 他有成立的背景嘛 历史因素嘛 好 那我再看下一页 我刚刚跟你提到的是 人事费用占预算的这个收入的比例 明显的偏高 那偏高的这个单位不少 那我们再来看看 有些单位里面的这些高级主管 一级主管的薪资的问题 那很多的这些一级主管 基本上有9家 年薪都上百万 上百万 但是明显跟他的收入 是不符合比例的 有些单位只有几百万 但是他的这个董事长 或者执行长 或者是什么院长 他的年薪可以编列到上百万 甚至还有一个负责人的这种位置 他甚至还有编列不休假奖金 这完全违背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公司治理的 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我不是想要直接讲他们是肥猫 因为我认为说好的人才 政府应该要给好的薪资来 这个聘他们为国效力 但是在这样子的机制下面 这个年薪比例是明显不符合的 我希望说你们也能够对于这个部分 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负责人薪资占整体人士的成本 已经有点夸张了 像我举例来讲 维谦基金会 执行长 杨云黛 虽然他的这个年薪只有八十几万 但是他的这个基金会的人数只有三人 所以他的负责人的年薪占人士比例 已经高达百分之三十八点零一 那我背后这边是我整理的 其他相关的这个基金会 人是就是负责人年薪占人士比重非常高的 通常都是在五趴以上 那我想我想请问一下农委会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情况 你们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了解 是我刚刚讲的时候开始了解 还是以前就知道 我现在的话就是 因为委员官支持 我们就是做全面性的了解 全面性的去了解 因为这些单位我还没有指出的 还包含有些单位 已经三年没有选 这些这个担任这个董事长 或是等等的职位 还有有些是高比例的 是在六十五岁以上的 甚至还有八十岁的人才 继续留在这些基金会里面 那我想要问这件事情 是因为就说第一个 刚刚主命有提到 很多是因为时代的功能 他们创办了 那这些组织单位到目前为止 还符不符合时代的需要 是否有农委会这边 是否有一个很好的指标 或评估标准 来判别这些机关是否要存在 下一页 那事实上呢 我想提的是说 从2006年 有这个七星农田水利会里面的内部人员 检举这个基金会 他挪用工产变为私产以来 陆陆续续一直有委员们 针对农委会主管的这些财团法人 提出各种的质疑 包含高志鹏委员也有提到说 这些单位是不是已经肥到 都没有办法更动网站了 你们都可以查新闻资料 那我想要了解说 农委会为什么放了这么久没有处理 你们的困难在哪里 不想跟委员报告 就是要处理这样的一个团体 基本上就是因为要需要有财团法人法 现在的话这个法在立法院 还没有通过 在财团法立法之前 在行政院的话就是 对于首次各个机关 他有一些监督的一些做法 那现在的话这些做法的话就是 各个部会的话就根据这些做法 不管是对他们的薪资 关他们的财务 还有一些的话就是业务的状况 就秉德的话就是目前 就按照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处理 了解 我在看2009年也有委员咨询过这个议题 也请你们缴交针对这些财团法人的这些报告 其实他的诉求跟我非常接近 我的诉求只有三点 第一个已经明显没有功能的 变成沦为酬庸性质 肥猫养老的 这些就采测掉 好 业务跟农委会各部会有重叠的 病道该部会去 还有绩效的 是不是重新优化他们的组织 定位他们的功能 让他们继续为国家贡献 也让新的人才继续 这是我三个诉求 三个要点 好 所以我希望农委会 是不是针对 第一个2009年 好这些委员要求你们给的资料 陆陆续续相关的议题要给的资料 通通送来我办公室一份 第二个部分我想知道 你们最快可以多久 针对这些单位做出一个评估报告 好 我要再讲一次 农委会不要再躺着干了 不要再躺着干了 好 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久了 重点是在于说 你们不是无法可管 我背后就是你们的法源依据 如果这个法有问题 你告诉我 我们来修 不要再有借口了 好所以想请问一下主秘 什么时候可以针对这些财团法人 给予一个检讨报告 我要知道你们检讨的评估标准在哪里 是农委会的话就是 过去几年大概是对 这26个财团法人 大概每三年的话都会 都会 就是每年大概抽三分之一去做一个检讨 那刚刚委员提到 你的检讨有效吗 你的检讨有效吗 是 是 这个问题一直都在啊 对 我就讲了你们都躺着干嘛 是 那这些監督报告的话 我们废后的话 会把这些报告的话 就送给委员做参考 不要只是写作文比赛 你们总共的资产143亿喔 大家都在看 好不好 三个月以内可以吗 昨天你们也讲了 预算能够更动是2017年 我要求三个月不过分吧 我们把那个行政监督报告在一个月之内的话就送给 一个月之内 好 谢谢主民 谢谢 谢谢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我们本委员的招委 我们的卢秀燕委员咨询 卢委员请 好 谢谢大家 等一下要分一支相交给方位者 主席谢谢 帮我请农委会的副主委 请主记长请沈记长 副主委现在还在经济委员会马上过来 主任秘书 刚刚卢委员点到了请上台 主记长沈记长 是 主委 三位首长长 我们今天是就农委会的 一年的预算来进行决算 所以我请三位上台 主记长负责预算 沈记长负责决算 然后农委会是负责用钱的机关 我们一年农委会的预算花了一千多亿 非常的多 那其实农委会成立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个 当然就是保障辅导农民 第二个 我们让国人 让消费者可以享受到物联价美的农产品 这是政府的责任 也是农委会存在的目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决算的时候 我们就来看看 农委会有没有做到这样子 那么第一个 我的助理这两天 你知道他到刚好今天 那么巧 我说要谈这个题目 我的助理 他说他今天早上 刚好就绕去全联社 去买了香蕉 四根香蕉82块 四根香蕉82块 一只平均20多块 这还是在平价的大卖场买的 那另外芒果 一斤 市面上一斤 现在132块 那像这个凤梨 一斤36块 那所以呢 我想不只是助理年轻人 我想这段时间 我来自选区 我也收到很多的民众的反应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 蔬果价钱高得吓死人了 那么上个礼拜 主计总处才发表一个数字 说我们三月四月五月 我们的核心物价上涨 那其中上涨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蔬果 这个水果呢 上涨了三成 蔬菜呢 上涨了两成 那索性呢 因为我们的交通跟通讯 物价是下跌的 所以 上涨一点多 但是 这个水果是上涨三成的 蔬菜是上涨两成的 这个数字创这三个月的这个平均价 蔬果上涨幅度 创十年来三个月平均价格的最高 价格最高 我们现在的蔬果价格吓死人了 所以家庭主妇 一般的家庭 我们的青年朋友 我们的弱势族群 买不下手 那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农委会 花了这么多的预算 让我们的这个 物价 让我们的蔬果 涨成这个样子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农民有受惠吗 没有 农民的反应是 他们也血本无亏 他们自己本身收入微薄 他们的经济状况 没有办法获得改善 那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的一般的民众 他们说 他们本身受到物价 升高的成为受害者 换句话说 这个种植端 农民端 跟最下游的民众端 两边都受害 我就不晓得 农委会 为什么一年花了一千多亿的预算 会弄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去了解呢 农委会的说明是什么 这三个月账 是因为端午节的关系 不要忘记 每年都在过端午节 我们这三个月 平均蔬果价格的上涨的幅度 是十年来同期的最高 那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不要忘记了 我们看看农委会惯常说法 因为我自己长期也在追踪物价 去看看我每年 质询物价的次数有多少 不管在委员会 在这个总质询里面去查一下 我最常听到就是 端午节到的就说 因为端午节关系 所以物价上涨 接着马上要台风季节要来了 农委会早就 十年下来 同意的说辞就是 台风季节高 所以呢 可能物价会涨 台风季节过完以后 中秋节又来了 中秋节的关系 所以物价会涨 然后中秋节过完没多久 就跟他讲说 因为准备要过春节了 所以我们价格也会涨 如果这样的话 何必要农委会呢 所以我今天要问一下 主计长 你几年开车 我一个议算 和农委会 对于这样的物价 这个上个礼拜 发布这样的一个物价数字 你对于农委会 他的执行绩效 你满意吗 我先问主计长 他是编预算的人 你编预算目的 不是要让他物价上涨吧 对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最近的物价上涨率 五月份是1.76% 个别的物资是有波动 的确 它是跟季节性 跟去年的一个结果的时候 有那个大量的那个雨水 一年季节性 一年四季都有季节 然后一年四季都有假日 都有这个年节 那难道物价都应该要居高不下吗 那个相关的 要怎么样去平衡物价 农产品的一个价格 你今年要好好审视 你现在在盖编明年的预算 你今天的 你这个预算在盖编的过程当中 一定有平衡农产品价格的预算 你要把它找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子执行呢 好 接下来沈记长 若云那个副主委 副主委好像来了 你要不要请副主委 好 待会 沈记长 因为沈记 沈记嘛 那你对于这样的一个物价结果 你满意吗 是的 在 我本身是农家主地 常年来这个台湾农业的价格 就是说菜金菜头 价格很贵的时候 农民不一定能够卖到好价格 那如果说产量太多 或就是这个农产品 这个天灾 那变成说 那当然了 所以我们要成立人委的单位 农委会嘛 农委会的目的 辅导农民保障消费者 他中间还有平衣价格的作用嘛 对不对 那所以换句话说 不然要成立农委会干嘛 就让他自然发生就好了 物价自然流动就好了 那所以表示他的运算执行 有问题不是吗 那接下来我请副主委 好我们介绍一下 这副主委是刚刚宣誓的 上任的黄金城 副主委来请 物价这么高 蔬果大家买不下去 家庭主妇说物价还比肉价贵 那创下十年来的金高 这三个月以来 请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那你是新冠上任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这个方法吗 今年的因为 包括那个委员 今年的因为天气的一个变迁的一个因素 属着整个融卫的一个生产 你看看天气变迁 台风季节要来了 要不然就像过节了 端午节中秋节 还好一年有那么多节日 都给你们当借口 我给你 因为我直询时间有限 我只给你一个条件 政府要拿出办法来 新冠上任给你们机会 过去做不好 反正就已经下台了 已经这个 这个被被 用人民用选票来决定了 所以新冠上任有决策 现在我就期待你 中秋节前 如果说物价在那不能平下来 输果价钱不能平下来 最核心的物价 就是人民生活感受的 你跟部长通通下台 不然换手掌干嘛 旧的继续当就好了 如果说今天我们最基本的人民的生活 不能够获得保障 我们花了一千多亿的预算 农民血本无亏 消费者本身被物价所害的话 那要不会干嘛 要手掌换手掌干嘛 不需要 旧的继续当就好了 那所以中秋节前 你们有办法平抑这个 至少输果价钱吗 有关我们一千多亿的 这个预算的这个部分 用在老龙津贴 还有一些补助的话 已经800多 然后所以呢 物价也不管了是不是 有关物价的一个部分呢 我们也尽量在 在内部里面 在检讨这整个措施 到底哪些地方是不适宜 或者是说可以改善的一个部分 中秋节前有办法把握吗 在下一个阶段之前 我先给你很宽限的时间 现在端午节 距离中秋节也三四个月 一季以上 有办法吗 我们试试看 那如果没有呢 没有办法做到呢 我们会依照我们内部的一个机制呢 尽量去尝试去改善 这整个物价的一个问题 你改不改 你把你跟部长的 这个譬如说你们的这个特资费拿来堵呢 不下台至少拿特资费来堵呢 我做了不好 所以我送人家红包都不应该政府开支 都应该自己花 像我们立法委员就是啊 送红包通 这个年纪民众 那个我们通通 我们都通通自己包 不敢用政府预算 其实这个是跟气候的一个因素影响 如果说今年到中秋节之前没有台风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 可以把这个整个物价降下 那你要不要去 你要不要去祷告一下 不要台风 你才有办法控制物价 这是什么荒腔走板的一个答复啊 这不是神答复 这是鬼答复啊 乱七八糟 好 你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承诺 也看不出新冠上台准备好了 有做什么样的政策 好 那我现在在第二个承诺 2008年 2007年也是民进党执政 当时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主委 当时的主委 这个 这个卫福部的部长 叫做侯胜茂 这个侯胜茂还有当时的农委会的副主委 叫胡富雄 在三千五百名本土猪农的要求之下 从2007年 他们就很担心 含瘦肉精的美猪进口 我们现在随便Google一下 2007年8月的时候 这两位首长 在卫福部在农会 纷纷签下 禁止含瘦肉精的美猪进口 当时的部长的概词是这样子 让农民安心 让民众安心 可是这段时间我们看到 很多的部会首长 不敢承诺 那农委会本身就是在维护猪农的 就是在维护消费者权益 所以我想了解 一样是副主委 2007年8月份 胡富雄 胡富雄副主委 他在农委会里面就签下了这个承诺书 那我想了解 今天 市长 副主委 你敢不敢签 你敢不敢签 因为这段时间 我们不但不敢承诺 还做了很多鬼打架计划 我们要辅导农民 增强农民的抵抗力 你增强农民抵抗力干什么呢 难道是要来让他来对抗 含瘦肉精的美猪进口吗 第二个 如果说你们不敢承诺 还不断在网路放消息说 台湾的猪农自己有含瘦肉精 我们来给他检验 你们还这样子伤害 所以这些谣言 你可以说他是谣言 你只要做一个动作 比照 这个侯胜猫 比照胡富雄 签下这个承诺书 我们今天农委会的首长 我们有GOTS 不会输2007年的首长 我们也承诺 绝不开放含瘦肉精的美猪进口 我现在就要请你来签 有关瘦肉精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农委会现在已经在进行 整个技术的一个评估 那技术的一个评估 没有出来之前 我认为我们还不至于 开放任何含瘦肉精的猪肉精到台湾来 那 他说什么这边传你签名就好了 所以为什么农民叫我问这个问题 因为农民怕嘛 说2007年就有签到他们把资料给我看 不然我还差点忘记这件事情了 那就签啊 没关系了 我们大家稍微没关系 来副主委 这个东西你签不签载笠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农民告诉我说 委员你签问这个 2007年3500位猪农上街头 来要求卫福部跟这个农委会做 大家现在google就看到 今天如果新政府态度从中央的官员到县市首长到柯文哲 到林家龙大家都不敢签 然后呢 大家在那边说一口五四三的 难怪农民不放心 觉得我你们就是在做卫福 这个瘦肉精进口 难怪消费者不放心 今天林权的民调掉下来 不用在野党负责 你们自己负责 因为人民都在看 为什么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首长 大家讲了一大堆天花烂坠 然后人民不相信 因为人民不是笨蛋 人民远近是雪亮的 所以要不是心中有鬼的话 为什么不敢签 好 接下来我们请陈奈素美委员咨询 陈奈委员请 我们的主席 我想请我们的副主委 副主委请 不必行礼了 以后就直接上咨询台 你前面那张要先拿下来吧 那个意识能力把它收走了 是 好 副主委 那我想 我刚才听到您回应 那个卫福委员的话 我觉得说 其实我们真正的农委会 是要落实到我们真正的农民的一个身上 刚才提的说 未来保证我们的农产品的价钱 我相信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农委会要努力的方向 那你刚才提到的是说希望中秋节以前不要有台风 其实我们大家都希望 因为我也是农家子弟 从小就是看我的爸爸耕种 真的是都要看天吃饭 如果像气候不稳定 尤其台风季马上要来临了 那我们看到台风季来临的时候 农民心里就会很害怕 所以他们的害怕 我想也是希望 无非是看天能够有一个风调雨顺的天气 能够让农民有一个hold你一般 对不对 一般是这样 那事实上如果说 扣除这个天气的变化之外呢 我相信农产品的稳定的价格也是我们农委会一定要来给予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努力的 对不对 是没有错 因为我们民以示为天 什么东西都涨 当然农产品如果不涨 农民也心里也会觉得说 我的报酬不合比例 但是涨得太高 农产品又是我们人民的必需品 那他必然会担心他的那个 涨得太高的话 对他们的生活会有影响 那至于刚刚提的那个 我认为瘦肉精的问题 其实你刚刚的那个机制反应是很好的 如果我们主委也跟你一样那么机制的话 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了 事实上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那现在国民党就一直拿这个议题来打 我会觉得说我们回归政策的讨论会比较好一点 你认为呢 对没有错 有关瘦肉精的部分的话 我们必须经过审慎的评估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国内的一个农产品猪肉的一个 猪肉的一个品质的话 我们也要照顾到 那让我们自己的国人 针对我们自己的猪肉产品有信心 那这个猪肉产品的一个信心的话 就是建立在我们的品质的一个要求 所以我们未来的话呢 有关猪肉 猪肉摊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品质的改善的话呢 农委会已经这两三个礼拜来 我们已经深入的在规划有关整个产品提升的一个方案 那在未来的时间 所以呢 除了价格要平稳之外 还有就是品质一定要保证 不包含所有的农产品 猪肉也好 各方面的农作物都是要品质要保证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 人民的食安问题 那现在我来跟你探讨一下 我们台湾地区农地过于细分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 农户持有农地面积平均只有1.1公顷左右 那这个规模过小 那会产生什么问题 我们农业的经营的那个效能就无法提升 成本过高 好 那为推动我们这个农业的现代化 那么改善农场的一个结构 必须有赖农地重化 才达成调整我们农场的一个规模的面积 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提升农业的效能 对不对 是 好 那我们来看我们这个图 依照我们2013到2016年 以10亿编了 总共那时候是10亿8千万预算 要完成2160公顷的重化 但是呢 我看到我们农委会的网站统计 到目前为止完成了170公顷 也就是它的完成率才7.9% 这会不会太低了 这个有关农地重化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农委会基本上我们几个方案在执行 第一个有关就是小地主大电容的这个方案 也就是说让我们的电容能够承租的一个土地 能够耕种的土地能够扩大 那另外有一个就是说农地重化这个部分的话 不是啦 你讲这些问题其实我也知道 现在我问的是 这样子的一个效能那么低呢 当时是预计这种规划的目标是太离谱呢 还是我们的执行能力太差 我想问的是这个 到目前为止到今年为止 预估的达成率有多少 不过因为期限界嘛 这些的预算不见了 那当时编这样的预算 我们实际用掉的多少预算 我想问的是这个 目前用掉8千多万 才用掉8千多万 那当时编了10亿8千万 已经重化了39万公顷多 重化了多少 历年来已经有39万公顷 重化总共当时编了10亿8千万 然后我们只用掉8千多万 那当然是前朝啦 不是你啦 那你有没有去研究 为什么他们才规划的那个 那么少的工顷 因为那个边缘地区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处理 效益很低成本非常高 效益很低成本非常高 是吗 我想呢 根据农委会的统计 我们再看下一个图案 2000年到2014年了 我们有总共14年当中 全国总共新建了 2万8千户的农舍 基地面积6千公顷 其中新建在特定农业区的 总共有1万5千件 基地面积2千6百9千8公顷 根据我们审计部的报告 这间农舍的起造人 只有三分之一是农保 我想请问次长 特定农业区是什么意思 特定农业区就是保留区 也就是说它是优良的农业区 优良的农业区嘛 那台湾的优良的农业区的面积 还有多少呢 因为你看那么多的 已经被盖为农舍了以后呢 那是不是后 它会破坏台湾的优良的农地 30万公顷 多少公顷 30万 那农地重化的业务必须由政府主动积极 但是这三年半来 我看到只有170公顷完成重化 这个数字是偏低的 但是我们看到农舍起造的面积高达2698公顷 你看一下这两个的数字 一高一低 你看这个差异很大 所以说我是觉得 目前我们的农地的一个有效的运用 重化的速度太缓慢了 也会让我们这些农地没办法有效的利用 主委你认为来次 我们会回去 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做一个检讨 好近几年来 我们传统生产产业 慢慢转换为 二三级的产业的农业价值概念 那我们来看一下 加拿大日本英国美国 这几个国家陆续发布农业及农食链的统计 那我们行政院农委会 也跟着推动 由我们产出到销售 一条龙的一个产业价值 那带动其他的一个 我们的农业的一个产制的升级 那我们2013年起 按年编布有农业及农食链生产的毛额 那我是觉得说 这个观念真的是非常的好 但是呢 我们来看这个毛额 我们来看这一个图 根据我们这个图 看一下 你看一下 根据我们农林榆木 我们台湾有1.8% 1.8% 占GDP的1.8% 日本占1.04% 可见我们日本比台湾还低嘛 对不对 是 是我们台湾比较高 但是你看一下 关联产业里面 生产毛额占GDP的 台湾的才5.5% 日本7.86% 为什么他们的比较低 反而他们的相关的一个产业 反而会比我们高呢 就是因为他们有针对于我们那个附加价值 包含我们的餐饮业 食品流通业跟食品工业 他们周有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辅导 但是看到我们台湾这样子 是不是说我们这方面的努力还不够呢 有关日本比我们高出来的那一个部分的话呢 只要是他的一个 一个运输的这个部分 冷藏运输这个部分 他们很庞大 这个是他们高出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克服这个部分 这个 他们地大 他们的运输量 他们有些就是说 有需要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个运输 他们地大我们地没有他大反而做输他 那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他们这样子的条件 我们就应该输他 这样讲好像不大对 他们有些地方的运输量 就是要好几天 那我们大概都是在几个小时 一天之内就可以运输到我们的目的地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的运输量是不足入本的地方 你这样讲的概念我好像转不过来 就是有关冷藏的部分 冷藏的部分 所以我们自己台湾附加价值在农业的方面 我们自己本身还有多元的一个加强的一个空间 我私认为是应该要这样才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我们回去看看 好 那另外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农委会103年 根据我们农业及农实链统计的结果 提到我们农林渔牧的就业人口是54万8千人 是 是 整个 54万 但是呢 今年农委会提供给行政院的国情介绍中 总共103年底 台湾地区农牧户的人口是78.4万 那农牧户人口 大概是301万余 我是觉得说 这个数字我看不大懂 以下说54万 以下301万 到底我们是多少人呢 54万是初级农业 初级农产品的这个部分 那其他的增加出来的 就包括他的后端的一个范围 所以这个跟两个城市是不一样的 初级农产品就是初级农业的部分 另外我要一个数字给您参考 今年4月底 农民健康保险保险人总共是128195人 而领取老农津贴的老农民有63万 你看一下又再增加这个数字了 126加63等于189万 所以跟刚刚的数字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真正的农民有多少 您知道吗 实际有在做的专业农免是55万做的 55万 那 监业的话大概是70几万 所以这个加起来大概就是100多万 100多万 这个100多万的数字是您自己本身所去了解的数字 政府要照顾真的农民啊 但是现在的制度来看 参加农民健康保险是否存在着有假农民这个问题 也是要值得探讨的 因为我是希望说这样子的农民的一个福利政策 不应该被假的农民所去用掉 让真正的农民反而他的利益 那个得到的一个利益会比较少 也浪费我们国家的资源 这也是我们要努力的空间 另外最后一点 不好意思再占用一点时间 你知不知道今年第一季农委会 劳务承攬派遣人跟临时人员是多少人 你看一下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马上跑到后面来 行政院农委会 业务承攬人数834 派遣人员2668 临时人员267 你看一下 我们总共的跟其他各部会跟农委会 加起来合计是8441的派遣人员 可是我们行政院农委会的派遣人员 高达2668人 您看一下 这样的人数是不是太高了 我们现在已经普遍上 都已经不倾向派遣人员 而我们农委会既然还带头 用了那么多的派遣空 您觉得这样子是不是做了很不好的示范 农委会他本身的一个工作性质 事实上有很多地方是需要用派遣 用到派遣人员的 特别是实验改良场所 他这个有时候是临时的 或者是不管齐的 这个部分我认为你之后还可以给我一个出面的报告 本席认为用那么多的派遣空 我觉得是不恰当的 因为我们现在政府都不应该带头来用这个派遣空 让我们人民的民间组织都这样做 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不能接受 谢谢 好那农委会记得有关派遣的部分 要做个说明 向陈奈委员来做个说明 接下来我们再请苏委员执行之前 先向委员会做个报告 等一下黄伟泽委员执行完毕 我们休息五分钟 现在我们请苏志芬委员执行 苏委员请 我们是不是请农委员副主任委员 副主委 黄金城副主委 副主委你好 副主委刚上任吗 是刚上任 副主委过去来讲在农委会的话都是在检疫局 细木受医 细木受医 所以现在的话副主委我们是有三位吗 是三位 副主委你 我是藏务 藏务副主委 藏刺啥 你藏刺的话会负责哪一方面的业务 绪木受医 绪木跟什么 受医 绪木跟受医 就是有关动物的育病 那么我今天想要请问你一些问题的话 就是过去非你所专业的业务 是 那这样主席我可不可以请沈记长好不好 沈记长请 副主委那边可以休息一下 谢谢 主委很早 谢谢 沈记长早 非常的谢谢 因为看了我们沈记的这个审核的报告 农业的话它是非常活的 它是非常活的东西 大概很难的话政策的话就是 你去把它定得非常非常的实 好 那么沈记的话这个这些审核的报告里面 我们大概举一个例子来讲 农委会的话它持续半年农田水利建设 那么有第四期 102年的话到105年子的话 我们总的金位是编列156亿 那也就是说这个156亿的话 如果平均四年跟它累积起来的话 大概一年的话都会有40亿 对不对 对沈记长 是的 在这个102到105年度是156亿 到目前103年度为主呢 它已经编列了46亿 那如果说到这个进度的话是比较少 我现在想跟沈记长沟通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看你水利 你每年的话投入这么多的钱 然后你在怎么做 你在怎么做的话 你看看你的第三页 民国102年度 农业统计的汉田的面积 你看看 就整个面积来讲的话 农田的水利在汉田上来讲的话 只完成了10点 一层 百分比还非常悬殊 对 也就是说如果你整个要把它做完的话 你想想看国家要投入多少经费 那现在我们又碰到一个问题 像水利数的话8年800亿 或者是现在的6年600亿 神机长 就是8年800亿的话 我们地方政府在执行 我们必须依循水利数里面 它有个单位叫做水归所 水归所负责什么 它就是负责商位计划 也就是国家的资金 你要投入到哪里 你的流域 你到底要从下游往上游做 或是说你哪一段 政府的钱应该砸在那个段 因为经费没有办法一次到位 好 那么就一个治水的观念来讲的话 我们有水利署 那我们有内政部营建署 我们的地下下水道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还会有农田水利处 这边的 我们部署目击的关系农田水利会 在灌溉好 好 我们的治水 国家的治水经费是这么样的多 那么这个治水的经费到底要怎么去 去盘整 好好的去运用 我以云林县来讲 当然本期我就用云林县来讲 其他的县市我不晓得 但是以云林县农田水利会 是哪个委员 哪个委员去要的经费 哪个委员下面的哪个庄角 钱就是砸在那边 完全没有整个的 整个的贯牌的一个 一个上位的一个策略 这个我们在地方看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的高风险 就是砸得很浪费 就太过一个政治性的操作 而不是一个策略性的考量 那我们再就一个国土的规划来讲 有些国土的规划 你这边该不该治水 你这边该不该在农野水利会 投入这个灌牌 这个经费要不要再砸 其实按照一个国土的规划的立场 有些经费是你该砸你就要砸 但是有些是你砸了益处不大 或者说你砸下去来讲的话 受益 受益性没有那么大 还有我们的政策砸下去 经费砸下去的时候 那个政策的外溢的效果 也要把它彰显出来 所以我在看地方 以淤泥县来讲 我觉得农田水利树是毫无章法 这毫无章法是怎么样 当然是出于它的源头 它的老大 就是农委会 这个现象在地方来讲 让我们看得怎么样 看得很痛心 现在农田水利会的话 我们讲说它是灌牌分离 还是灌牌两用 还有呢 很多的灌牌的牌 它必须又跟我们的地方政府的水利处 要做接轨 但是你看这两个业务单位 还有包括我们的水利署 这几个单位 大家有没有坐下来协商 有没有坐下来就政府的钱 哪个地方应该要坐 哪个地方应该坐 有没有坐下来 大家好好的谈 其实而且现在制水 也不是说水马上怎么样 水马上把它 ex mots到大海里面去 还有的话你们会牵涉到 我们的交团懒大战 魬林功的交团懒大战 最明明的干涉不rel 你明明的干涉不苦 你以后将贯膏都做什么 你说贯膏要做什么 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这个一个非常 的一个一个很严谨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站在审计的立场是什么 开始要去盘枕 盤整這些政策執行出來的效果 它的質感在哪裡 你只要把那個什麼 底地方政府的水利處的處長 你就找來問 你只要把地方處長的話找來問 就是說你站在一個水利處 你在規劃上來講 你覺得農田水利會要怎麼樣去配合你 營建署的下水要怎麼樣配合 我想你就很快就可以抓到問題的所在 所以我在這邊就是提醒我們省記長 現在沒有人水利會的時候 我就一直去幫你做工具去做醫生工 那不是這樣做不是這樣處理 因為現在要解決到農田飲水的問題 要解決到我們是不是有在來吃水的問題 還有一些地方 你的水如果吃不夠就不要再補助了 我們要怎麼處理 所以農委會這個時候就要怎麼樣 他就要去推廣漢作 漢作的農作物對不對 當然的話機制就是要進去 所以我在提到農業的問題 其實它是非常的活的一件事情 它絕對不是一個單一 一個政策下去 它就可以來執行了 所以我是覺得省記的話 如果沒有這樣子一個想像力 或是說沒有貼近 沒有貼近地方 或是沒有貼近土地的溫度 讓我感覺就對了 或實際上在操作來講的話 我們的審計在審這些預算的話 這個執行出來的效果來講的話 那個還是你 你還是會打了一個很大的一個責空 所以我看你這邊的業務來講的話 你提到以推廣漢作灌溉計畫為打目標標指著 北極桃園石門彰化雲林高雄及台中等七個農田水利會 剛剛我們的副主委有在提到說 有些地方如果做農田重化的話 那可能什麼 可能成本會罰不來 因為那個效益 效益太低 這個時候我們的農田重化 農地重化就要考慮怎麼樣 可能就要考慮 就這一塊區域 如果它的成本太高 但是它需要用到水 然後它會淹水 它有排水的問題 這問題要怎麼做 那個絕對不是像農田水利會 過去在地方一貫的 就是用油形鉤來處理 是不成這樣子 現在開始可能要做自行 自洪池 那可能的自洪池的話 它可能還要再過濾 然後讓它可以去灌溉用水 其實這在外國的時候 我們就看了很多很多的案例 還有審計長我在這邊提醒一下 因為你有提到的話 就是特定農業區域 一般農業區域 農業生產設施 附屬力能設施的數量逐年增加 其實有部分都會設置於嚴重地的下限 而是說受污染的農地 審計長 其實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不在這邊 這個問題是在於怎麼樣 在於農委會希望農地跟綠能要合購 要共購 好 那麼農委會在意的一點就是 綠能的設施下面 它是不是有農地農用 好 審計長你知道嗎 什麼叫農地農用 你找農委會一個人 任何人出來講 要怎麼農用 你要怎麼輔導農用 要怎麼輔導 現在中央跟地方 能源局還有地方政府的農業處 就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業者覺得 我在農地上面的話 我叫了太陽能光電 我下面我明明就農用 可是你知道 地方的農業處不覺得它是農用 就產生什麼很大的疑義了 然後它互相之間的話就有爭論 所以是農委會要去制定 就是什麼 制定是什麼樣的採光 什麼樣的明亮明照度 那麼你適合種什麼 你是要去輔導農民種 我們說農地上面的話 架設綠能設施 那是我們現在政府在推的綠能政策 但是現在地方矛盾的一點就是說 綠能設施架設以後 會影響到採光度 那麼下面要農用 農地下面要農用的話 要怎麼農用 你要有一個規章出來 A型的土地你的農用要怎麼樣 你B型的土地你農用要怎麼樣 你C型的要怎麼樣去農用 所以我覺得問題是在這邊 而不是在就是審計這邊都要非常的擔心說 數量是不是會無限量的大增 其實因為加上綠能來講 它也會擔心到虧限的問題 所以這有關於虧限的問題的話 所以倒不是我們審計要去擔心 關鍵點是在農委會 你如果把它設定了農地農用的農用 應該有幾種型態 那麼這幾種型態 有些農地沒有辦法去做到 當然這什麼 當然它自己就會 市場的機制 市場當然它就會去調整 所以這邊就是給審計長一些意見 好不好 我想謝謝委員的主教 那麼在整個政府機關在計畫 在預算編列之前 他的一個計畫應該要蠻明確的 所以這裡面包括說當初 農委會在預估這些經費的匡列的時候 有沒有說掌握實際的一個需要 那牽涉到預算編列跟執行率有沒有偏低 那另外就是一些配套措施的問題 所以委員講的都一尊尊鮮血 我想今天雖然農委會沒有上台 但是他們主管機關都在這個地方 委員講的都是確實牽涉到配套措施 包括跨議治理的一些論定問題 我希望說在農委會 把委員剛剛主行的這個重點 除了我們審計的參考以外 那麼在農委會在預算籌篇 計畫訂定還有相關法令配套措施 應該要來重視這些問題 謝謝委員指教 審計長最主要是什麼 跨部會 是跨部會的問題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廖國棟委員 廖國棟委員 廖國棟委員不在 我們請黃偉澤委員 黃偉澤委員 黃偉澤委員請 主席各位同仁 署記長 沈記長 以及農委會副主委 以及各位長官 是不是請一下 請一下這個農糧署 林副署長 農糧署 來 副署長 你好 問你一下 這個這段時間 農民尤其是很多農作物 受到有時候天災 氣候比較劇烈變化 有一些水果啦 過去看看芒果啦 什麼這個收成都比較差 最近稻谷也產生了這個情形 稻谷曾經濕谷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下降雨 或因為整體的氣候潮濕 影響了這個稻谷的收割 尤其這段時間收割季節 那按往年來講 都是收割的時候 由南往北一路這樣收割上去 是不是 對 那今年有一些地方 因為下了雨 然後這個又濕又悶又熱 稻谷發芽了 那一般 而且不但影響到收割的騎乘 也影響到了這個農民的收益 因為這個發芽的稻谷是不能用的 那糧商 它這個不管是繳公糧 繳不過 一般要到外 這外頭去讓糧商收購 這個價格也都非常差 品質也不好 那農委會第一個 就收割的騎乘 包括收割機 包括烘乾機的配置 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 跟委員報告一下 目前我們這個收割機的部分 我們已經都在跟地方政府 就地來調配 然後讓農民的收獲 都可以得到這個分配 那第二個問題 是您講到這個發芽的稻米的部分 沒有沒有還沒 那烘乾機呢 烘乾機的部分 我們也正在調配 那如果有農民 因為這個收割來不及 稻谷發芽 因為烘乾來不及 所以潮汁掌梅 掌梅是不能用的 那產生你們會有怎麼樣的措施 就是說第一個調度 您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是沒問題的 目前我們的調度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在 剛才委員有講 我們從南部開始收割 所以我們已經有一個 調配的機制 南部一路往北 因為隨著稻谷的成熟 是 那我們先把北部這邊 還沒有在收割 跟還沒有在烘乾的機器 我們已經調到南部去 先來調度使用 那所以說現在機器沒有問題 目前烘乾沒有問題 收割咧 收割目前也沒有問題 就我們所知道 我們現在所調配 都還可以 我就要聽你這句話 是沒問題的 那如果有問題 找縣市政府還找農會來找你們 我們會協調縣市政府 跟當地的公所農會來做處理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 萬一產生了這個稻谷潮濕 然後這個產生一些問題 發芽了 那你怎麼處理 剛剛你要回答的 稻谷潮濕或發芽 我們有兩個機制 一個是我們仍然可以有 這個天然災害的救助 如果它的 超過20%有天然災害救助 同時如果是這個花芽的稻谷 我們還有天然災害的這個 災谷的收購 所以我們還是會收購 災谷的收購 收購之後你們怎麼處理 焚燒 飼料 我們會當來做飼料 發芽的怎麼當飼料 我們會先驗是否有黃麒毒素 我們會先做檢驗 這一些沒有毒素的我們會做飼料 殘留會累積在動物的內臟 那這樣我們如果都吃這個動物的內臟 那不是說轉轉進入食物鏈 就是人體的嗎 剛剛跟委員報告的 檢驗合格的才會做為飼料 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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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會有時候可能國部性的 有時候是每一個縣市裡面的一部分而已 但是盜谷的部分是全面 而且變成農民主要 主要在做的 主要在耕作的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 你們對於這個盜谷的部分 要多花點心好不好 是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們會努力 第二個 講到現在在收購季節 農村缺工是很嚴重的 农村有些农民的年龄又比较老化了 辅导处一併上来 你们农粮跟辅导 很多年轻人现在去国外 去澳洲这些地方的 去度假打工 度假打工他们从事的是什么 很多是在牧场里面 或是在屠宰场里面 或是在农场里面 前阵子说我们被骗去摘葡萄 结果被骗了 发现是假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有没有什么计划可以想 让年轻人留在国内度假打工 当然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薪资的问题 农娘你们负责农作的问题 辅导你们负责人力的问题 所以才问你们两位 有没有这个计划 可不可能有这个计划 过去我们当然有些青年农民 什么飘鸟计划 什么青农 这些东西是希望说 他们那些年轻人 然后觉得农业是可以长久 安生立命的 他们可以愿意去从农 但是我现在讲的是短期的 假期的 人力高峰期的 这种所谓的农业的度假打工 有没有可能 当然这个薪资是低的 可是问题是你们怎么透过一个方式 可以让他薪资 他的年轻的学生 难道你一定要看到澳洲的大山大水 不能看到我们台湾的美丽风景吗 还是可以啊 你们怎么 就是说度假一方面度假 一方面打工 可是事实上台湾学生去那边 是很辛苦的啦 没有什么价格度啦 是 谢谢委员的指教 有没有可能有这个规划 两位副署长 副署长告诉我们 是谢谢委员的指教 在那个农业缺工这个部分 主要政策的制定是在我们胡岛处 但是我们农粮署则无旁贷的 那我们也跟胡岛处有一起讨论过 尤其是在我们的果园缺工采收的时候缺工这一块 刚才委员的建议就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我们已经有在规划 未来可以往这方面做 那胡老处告诉我们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谢谢委员 我们对于农业缺工这部分要鼓励 那个缺工不是开放农业外劳哦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对于大专生跟我们的高职生这个部分 18岁以上的高职生这部分 我们有鼓励他们去到农村打工 那除了他们打工可以赚到他们的薪资之外 我们有补助到他们的一些奖励金 一个月有多3200块钱的奖励金 让这些年轻人有去农村具有打工的机会 副署长 人家去那边是一个月不要说10万 这时薪是几块澳币 所以说会不会你一个月多3千块 那农民是一个月给学生多少钱 但是他没有他不需要去到国外去花到一些 这个国外的一些生活的费用 跟他的这个机票的钱 在国内就可以 打工你要是要存低桶金的 你这3千块你要存到哪一年 何年何月才有低桶金 就是一般国内的农业打工的标准 薪资的标准是怎样 薪资的标准如果说是 一般来讲 基本工资22K还是44K 照这个基本工资的部分 每个小时是120块 但是农场主觉得说 这个比较需要工的时候 可以提高 可以提高这个工资 这是政府的一个标准 你要去KTV当少爷 谁跟你120块去那边辛苦的在果园里面 我不是说我们年轻人就一定没有办法 只是说你的薪资有没有诱因的问题 是那这部分因为要我们的农民要付出 农民要付出 对但我们有的鼓励农民多付出 但是这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规定 一个月以3200块 我们是我们 调整一下吧 规划一下吧 有一个诱因 我跟你讲 好那你要告诉我 你们增加 因为你们一个月增加三千两百块 你的新年多少 有热血的七年投入 告诉我们 过去的迹效如何 过去的迹效 说点让我们振奋了吧 对 确实是不太容易就是了 是个位数还是死位数 没有没有有好几百位 去年有好几百位 因为今年的暑假还没开始 我们已经在开始做宣导了 到各个的职校 去年有没有 去年多少人 去年大概 我记得是有九百多位的学生去到农村去打工 然后围期两个月 对 围期两个月 那不错 我给你讲 九百多位我就可以听了 是的 但是如果说九十多位的话 我看你就收起来 扩大宣导 让这些年轻人也可以有到农村 因为就近嘛 他到他的家乡去做打工 一方面赚取一些利用力 那你这边有数据吗 等一下给我一份数据好不好 好的 那基本上你感觉 就你们的经验来看 哪个地方最具有吸引力 对年轻人 东部 西部 南部 北部 中部 还是哪里 刚才委员讲的度假打工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愿意到休闲农场去打工 休闲农场 是的 可是农忙的农民需要的人力是农忙的 不是那种 对 所以我们也鼓励到一般的农场去打工 那我们欢迎的是在哪里 最受欢迎的还是休闲农场啦 我刚才跟委员报告 那哪一东西南北东 因为我们有一个网站 应该是西部比较 西部 好吧 那你给我书面的资料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好 那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 等一下我们继续开会 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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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请教一下 我们也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在这上面 主席 我们会不会换掉 这些职位 是 委員所講的是財團法人嗎 還是說一般的 一般都可以 財團法人也可以 財團法人如果是屬於政府轄下的 兼職是可以的 如果是譬如說容科院 或者是那些是屬於容委會所兼職成立的 一個財團法人 那一個董監事那個是可以的 那我要請問一下 就是說他是政府的一級主管 那這個一級的主管可不可以參與 就是他是民間的負責人或理事長 可不可以參與政府的舉辦的業務 該業務的投標 不可以 蛤 可不可以 你說投標 投標 就是政府舉辦的投標 他是一個政府的一級主管 那又去承攬了政府的開標作業 那他可不可以參與這種開標作業 他是主管機關的首長 可不可以 應該是沒有這樣的事情 會沒有嗎 你要考慮清楚 可不可以 我問你可不可以 不是應該 應該沒有 我問你的是可不可以 照理來講是不可以的 不是照理 是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因為我以前當過 那我想我讓你看一段影片一下 我想那個水土保持的局長齁 叫做李鎮陽 李局長齁 他現在是那個中國水土保持協會的會長 那這個會長來參與國家的投標作業 該業務的主管適不適合 適不適合 你要回答我 適不適合 我們會檢討 好 那再下一張 下一張 下一張 這一張是他參與政府的齁 在105年度的齁 所有政府的水土保持計畫書的 委託審查技術服務 這個可不可以 你不能質疑啊 你要告訴我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 照理來講是不理想 不是照理 是可不可以 好 那我想這個事情我也跟你提到了 那再下來我想我跟你談一下 那個水土保持業務授予機關審查的部分 在母法 在母法沒有授錢的情況下 可不可以自行開標 母法沒有授錢審查機關的情況下 可不可以自行開標 可不可以自創審查資格 我想其他的人我沒有請 都要請回 不然我要暫停時間 這個部分我真的不清楚 就是說他沒有授予在母法 我問你的是法令 在母法裡面沒有授予審查單位的話 可不可以自創開標 或者是自創審查資格 照理來講是不可 自創審查資格就是前面那一張 自創審查資格就是類似這種單位 他主管的他還可以去投標 這個資格就是他訂的 這個應該是要迴避 這是我過程裡迴避 有吧 好那本席想讓你參考一下建築法的規定 建築法第十三條 對於特殊結構的規定 很明確的指出 就是說他必須要委託 或者是該具有該項的協士 或經驗的專家機關 團體來為之 在母法很清楚的授錢 那水土保持法 再看下一張 第六條 那第六條裡面 辦理水土保持業務的技師 有水土保持技師 土木技師 水利技師或大地技師 這個是屬於在水保的規劃設計 建造的資格的部分的規定 然後第六之一條 來下一張 那第六之一條是屬於簽證的規定 就是說 這一些技師 水土保持土木技師 水利技師 大地技師 他都必須要負責簽證的業務 好 再下一張 好 那第十二條 規定得很清楚 就是說 我們在辦理這個水保義務人 在辦理山坡地 或者是森林地區的開發行為 那這個行為 應該要做水土保持計畫書 那水土保持計畫書 要經過主管機關的核定 那本席先暫停一下 就是說 那個副主委 我剛才提到的這個條文 不知道你能不能熟悉 我不熟悉 啊 字面上看得懂嗎 看得到 應該做審查嘛 機關也要審定嘛 對 好 下一頁 第十四條之一是這樣講的 水土保持機關 以第十二條的規定 要核定 就是說主管機關要核定 然後收起審查費用 就是因為有收起這個審查的費用 而讓機關 而讓機關認為民間要跟機關領錢 就是要投票 投票就會有資格 那這個資格的部分就開始綁標了 就開始在進行綁標的動作 那很簡單的一點就是說 在這麼多條的條文裡面 從第六條六之一條到第十二條到第十四條之一 這一個部分已經規範得很清楚了 就是由這一些水土保持土木水利大地等 是一個專業的團體 對 好 那另外就是說 他用評比的方式 讓了很多的協會 在母法沒有規定的協會 或者是協會 進來 那副主委你認為這合理嗎 協會本身的話 如果具有這樣的一個資格 母法沒有規定 母法沒有規定 在母法沒有規定的情況下 你認為合適嗎 第十四條之一沒有規定 他沒有授錢 三十四條的建築法 是很清楚的授錢 好 那本席要提到就是說 剛才跟你報告的這些事情 在母法裡面 並沒有很清楚的去授錢 那在民間的團體裡面有很多是 因為在威權之下 敢怒不敢言 所以 本席建議 在一個月裡面提出修正條文 有沒有問題 就我們回去檢討看看 有沒有問題 我們回去檢討看看 檢討如果你的水土保持局 再跟你講一下官官相戶的情況下的話 有辦法這樣做嗎 我們不會再 因為我們會針對這個問題 再努力的去檢討 如果檢討的結果 事實上是不合適 我們會來修改 我想水土保持局 在多年來 對於自三防災 發了國家相當相當的費用 相當多的經費 但是成效一直都不髒 那我想副主委你也知道 在台灣裡面 它是一個災難比較平凡 災害比較平凡的一個地區 自三防災是相當重要的 那我想很多的百姓是無感的 對於土石流這些經常的會發生 那你認為新政府應不應該有新的作為 應該 新政府要不要解決問題 要解決問題 那要解決問題的話 如果你用舊的思維 再用了這一班人的話 你認為可以解決問題嗎 我們回去以後會來檢討 這整個有關水土保持的這個部分 本席這樣一個建議 應該換掉的官員要換掉 不私人的官員要換掉 不要再為一個團體的利益 再危害這個國家 這樣可以嗎 我們接受你的主席 OK 謝謝 這個問題相當嚴重 我們行政程序法第16條規定 連不相隸屬的行政機關委託事項 都要有法律依據 要法規依據 何況如果剛剛是質詢的是 沒有 還不是不相隸屬的行政機關 而是民間機關的話 如果沒有法規依據的話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等閒四支 是 我清楚 所以把行政檢訊法第16條去看清楚 法規依據必須要公告 所以我看起來似乎 那個市委員 打到了一個很重要的點 我把法條直接告訴你們 回去把它弄清楚 好不好 好 謝謝 感謝 好接下來我們請 沛洪泰委員執行 沛洪泰委員請 好 謝謝主席各位在場的女士 沛洪泰委員大家好 主席幫我請一下主席長 主席長請 主席長你好 我現在想跟你討論一下 這個物價的問題 這個我看你們的資料 今年前五個月 我們的物價 漲了多少 1.7澳吧 1.7澳 百分之1.7澳 我看你們是 整體是1.7 1.7澳左右好像 1.7個percent 你覺得 如果我們用你的五等份 五等份來看 前20%跟後20% 這1.7在他們身上 通通都是物價漲1.7嗎 對 對 最低的大概是漲了百分之2.2 最高的比較低 最高的百分之2 應該是這樣講的 應該這樣 因為低收入的那個 最後一等份 那20%的人 對 他大部分的支出啊 都是在民生必需品 對 對不對 食物啦 房租啦 水電啦 瓦斯等等 這個 這個地方 所以他的物價通膨啊 對他的感受 是2.2% 是比較重 對 2.2% 高所得的人 按照你們的資料 是1.3% 對 對不對 所以說這物價啊 物價漲 對低所得的人 感受一定比較強烈 對不對 所以我就從這個觀點啊 來再跟你討論一下啊 這個林全跟蔡英文要推動的長照 長照的來源啊 來源主要有兩個 資金來一個是營業稅吧 增加0.5% 如果往後這幾年 我相信年金要改革啊 所謂的年金啊 還有一個% 所以我在講啊 剛才我講的數字 最低的五等份 物價漲對他的感受 平均1.7% 對他的感受是2.2% 高所得的感受是1.3% 所以你去調账這個營業稅 勢必對低所得的人 他的感受是最大的 這也就是不管很多人啊 包括學者專家 包括我們立法院 甚至有民進黨的委員都在講 那不是抗窮人之鎧嗎 請問這個問題 我從這樣子的角度來看 你同不同意 這個我也必須跟委員報告 因為現在那個最低的20% 它的一個上漲最主要的全數 是來自於那個蔬菜水果 食物 食物 這個蔬菜水果 目前是在如果沒有經過加工處理的話 他是免營業稅的 免營業稅 可是問題他在大賣場裡面買的東西 很多東西是要稅的 大賣場裡面 除了食物 林軒也在講 是不是什麼民生必須品食物 什麼尿布 這個奶粉 我都同意 可是還是有很多東西 房租水電 水要漲不是嗎 房租的話 因為我們大部分是跟民間 跟個人對個人 所以沒有營業稅 你是覺得調賬這個營業稅 對窮人沒有影響 是不是這意思 我不是這麼說 對沒有 因為它整體物價會上漲 這個我 這個是我現在講的 這些數字都是你們公布的 不是我講的 可是我也必須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所謂的你要求財務 這個漲的2.2% 當然扣掉那個初級的農產品 當然是扣掉 這是扣掉以後 扣掉不要計算在裡面的 本來就是如此啊 結果你現在口口聲聲說 對窮人沒有影響 我不知道你這個邏輯是什麼 我沒有說對窮人沒有影響 可是如果是來自於其他的稅的話 我們也必須再考量一下 整個不止物價的考量 先從窮人的角度上來思考 對高所得 我剛講高所得的人 那前20% 窮人感受是2.2% 窮人漲了2.2% 他們只漲了1.3%了 所以你必須得考量 你們必須得 站在窮人這個立場上來考 難道林權當了官以後 他就忘掉窮人了嗎 不會的 蔡英文難道不知道 這個政權是怎麼來的嗎 所以我還是強烈的給你們建議 不要從窮人身上打主意 去增加他們的負擔 我再跟你談談你們預算的問題 你們好像最近通過了這個106年度中央與地方政府總預算的這個籌編原則 是的 林權說 今年預算 不要成長相對於105年不要成長很多 是不是這個意思 他目前的目標是這個樣子 那我就想請教一下了 有兩個問題 一個蔡英文在他的競選支票裡面就講說 他要五大產業 投入資金在五大產業 那個錢從哪裡來 那個就是說原來要必須從那個所謂的重新考量 也就是臨機預算的精神 是不是有些他的那個計畫 據你所知 據你所知 這臨機預算 有哪些 這五大產業大概來自於在哪些部會 在主要是在經濟部 還有呢 那個像那個國防 國防 國防 對 那請問這些錢 哪些是可以替代的 從臨機預算的精神 那要看 哪些都 你現在你不是在籌編了嗎 你總要有一個概念 對 請問經濟部哪邊的錢 可以移到五大產業去 包括國防部 他的錢要移到那邊去 如何移 那跟委員報告 我們是有規定他們是說 在一定的極限內 他們要重新檢討 他們檢討到7月底送到你們那邊去 可是你們開這個會 一定大概的原則上都講了 你們大概你們現在 主機署大概也都知道 五大產業 國艦 這個軍艦 飛機 這都要錢 再舉個例子 國防部 去年的預算 編的預算 3200億 今年他們要4000億 這多800億怎麼來 我這個他800億 並目前我們並沒有說 那個800億是要看他的性質 一定 他如果是因為國防武器採購有一定的契約 而且他就是今年要 主機長 我也很清楚了 我當民意代表當了22年 對不對 預算怎麼編我也很清楚了 對不對 對 他今年就要增加800億怎麼來嘛 如果 五大產業的錢怎麼來 如果 國防部要800億怎麼來 你們又說 我的負債不要成長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如果他是國防武器採購 是一次性的 再請教一下 我看你答不出我 我要問你的問題 我對你還蠻失望 請問 剛才講的靈機預算 以經濟部為例 捨掉哪些去增加哪些新的 那個靈機預算 從經濟部的立場 他哪一項可以減少 他哪一項可以增加 你只要舉一個例子就好了 我請你舉一個例子 你們現在通通都在寫文章 那個我必須說明一下 再問你一個具體的問題 你們打不打算編特別預算 目前並沒有 特別預算一不編 鄰居預算 審掉哪一個 刪掉哪一個 又想不出來 我就真的不知道 你們講這些口號 到底是講給誰聽的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八月底以前一定會送到 我跟你講 我們的GDP 如果要成長 經濟成長要超過一到二到三 必須得民間願意投資 民間願意投資之前 要看政府有沒有破例 真的我們政府這些年 我到立法院這十二年 從陳水扁到馬英九到現在 我都看不出你們有這樣子 願意帶頭來投資的 這樣子的精神 平常講我看了一些 你們內部裡面的資料 真是平常講 你的經濟成長 還要拼到一 我看都很難 因為你自己都不願意去投資 你讓民間怎麼投資呢 是不是這樣子 你自己對自己都沒有信心 我剛才講的 預算錢從哪裡來 你講不出個所以然 國防部要多要錢 為了滿足蔡英文 要國際什麼國 軍艦要自己造 飛機要自己造 我跟你講投下去 如果真的投資在那邊 只會讓美國經濟成長 因為你去買它的引擎 你買它的武器系統 來到台灣來組裝 最後得利子 是美國對台灣的GDP不會增加的 向委員會報告 我們今日中午不休息 我們會議繼續進行到本日議程 全部結束為止 11點50分 我們請議事人員 工作人員發便當 我們所有在場的不必客氣 便當發下來 您就開始用 不要餓肚子 不過如果剛好點名點到你 還是把飯吞下去再過來 慢慢走過來不要急 好我們接下來請邱智維委員 請邱智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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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蘇晶民間的投資他大概有什麼三架馬車 這三架馬車你如果正式執行到它產生效果 我想一定有一段期間 所以不可能說在今年馬上反映出來 然後各單位能夠執行預算能夠更徹底更充分更到位 他也需要時間來反映 那你覺得短時間可以達到1%嗎 這屬於長期的效益 我們5月份的估計是可以的 那現在已經是6月份了 6月份的估計可以還是不可以 6月份我們沒有做估計 事實上6月份的話 台中院是說0.9萬 那你熱關還是悲觀 對 我沒有落關 但是我們也沒有悲觀 是今年的狀況 好 我們展望明年 明年就是新政府要概括承受了 要全部為經濟成長負完全的責任 這個6月23號脫歐公投 英國脫歐公投 當然這個結果會影響到整體歐盟跟英國的關係 也會影響到歐盟整體經濟情勢 跟英國經濟情勢 所以全球都在矚目 因為它牽一髮動全球的經濟 因為最起碼從政治經濟來看 英國算是一個大國 也是在歐洲 這個在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當然也是全球金融中心 那海灣是以貿易立國 跟歐洲的這個貿易關係 跟英國的貿易關係 當然會受到這個脫歐公投的影響 好假設哈針的投票出來結果 英國要脫離歐盟 那整體經濟全球經濟情勢的影響 站在你主計相關立場 對明年 台灣整體經濟情勢 是雪上加霜 還是這個更加增加這個不可預測的因素 那主計總數有沒有提供相關的這個幕僚建議 給相關的這個行政院高層或者財經主管 對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相關單位也有做所謂的新南向政策 以及所謂的那個剛才國發會裡面講的 要成立一個類似的一個促進投資的 所謂的亞洲矽谷計畫之類的 那個是就經濟結構做轉型再做調整 那我說的663這個公投是一個事件 但這個事件是一個重大的事件 當然會影響到全球金融全球經濟的走向 所以這部分不可完全沒有評估 不可輕忽 是的 如果通過跟不通過會形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想主計總署也有這個責任 做相關的評估 做相關的建議給行政院高層 如何去因應 你說的南向 你說的這個經濟結構的轉型 國安會的三架馬車 我想這個針對整體經濟結構 跟促進貿易促進投資比較相關性 所以我們就是資本行程不足嘛 就投資不夠 是的 那跟這次的事件是沒有直接關係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建議主計總署 那主主計長您這個財政背景跟專業 應該針對這個事件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評估 好謝謝 好謝謝主計長 來請那個農委會 農委會今天是黃副主委 余悅署署長也一起來好不好 先請教一下動保相關問題 這個當然動保法 這禮拜四有排定本席的法案 針對犬貓的部分 犬貓的部分 犬貓就是大家這個 台灣人這個寵物裡面 大概是以犬或貓 那當然對犬貓它的這個待遇 今天我看到媒體 什麼國王部的軍官捏貓 大家這個完全不能接受 犬貓變成說這個現代人 所謂毛小孩 就是我們這個生活中 或心靈上很大的寄託 那我禮拜四的提案就是說 因為高雄市有一個自治條例 針對宰殺犬貓 食用犬貓都有罰者 現在是禁止載殺犬貓 但是明文沒有規定說 食用犬貓需要被罰 那我現在提案修法說 這個食用犬貓是被列為禁止之外 也要這個比照 這個虐待犬貓來這個受罰 農委會的立場是怎麼樣 有關食用犬貓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已經提案到立法院這邊來審查 那本期也有版本嘛 我們會併案審查 在禮拜四的時候 農委會的立場是怎麼樣 對要審查 我們農委會不反對 支持還是不反對 我們支持 支持嘛 所以這個現在毛小孩 現在少子化 他們變成生活的重心 那還有人這樣子去使用錢嗎 我覺得跟台灣的這個整體的這個 風土民情完全是不一樣 背道而馳的 所以大家在心理上是無法接受的 是 這個部分我想 我想只確認這個農委會的立場 漁越署啊 這個署長 雖然您剛上任 但是你對新拉港未來定位啊 你不能沒有想法 是 新拉港從30年前 作為遠洋漁越的這個基地之一 然後現在我們逐漸轉型 這個雨時激進做一些 它的功能的調整 因為遠洋漁越它逐漸轉型跟沒落 所以它需求沒有那麼大 所以轉型成這個娛樂漁船 或者是這個遊艇港碼頭 我們引進更多的這個海岸的設施 更多的飯店觀光的景點 然後來這個活化新拉港區的開發 所以就類似於這個 所謂淡水這個漁冷碼頭的模式啊 先把交通讓它更完善 易達性提升 然後把周遭的公共設施 透過這個BOT的方式 招商引進 有經驗 有專業的這個廠商 來提供這個所謂休閒娛樂的設施 這個是未來一個進步的方向 因為那個新拉港區啊 它旁邊就是濕地 它腹地又廣 對不對 然後又有觀光於是 那現在如果捷運又開通 南來北往啊 上高速路往也快 連接海南市跟高雄市也快 所以變成高雄市一個後花園 所以變成一個遊艇港的一個基地 也可以成為一個製造的一個補給中心 也可以發展這個修行觀光娛樂產業 你引進飯店 娛樂碼頭就有飯店進駐嘛 還有一些休閒設施 所以這個假日人滿為患 你帶動地方的經濟 也提供了這個地方的機會 那你不能說有任何的機構 有任何的單位跟你要立 你就這個撿到籃子裡面就是菜 你就覺得這個對地方有幫助 你要有個中心這個價值觀 中心思考 所以希望說你這個繼任之後啊 你一定對新拉港 有一個全盤的認識跟研究 你要看20年看30年 這旁邊那麼快的失地 失地一個豐富的一個資源 跟這個地質景觀啊 所以你如果再從這個工業上 去做高強度的開發 就本席覺得這個千萬不行啊 也堅決反對 一定要朝向休閒觀光的產業 所以你就要積極去做 因為大部分土地 就是你跟這個國際財產署的嘛 雖然跟這個地方政府高雄市政府有相關 地方政府也有相關的規劃案 但是因為你地主啊 你不能說把所有的開發責任 規劃責任全部交給這個高雄市政府啊 所以我明天會開公立會 我希望說這個漁業署啊 跟農委會能夠更重視對新拉港未來的開發 怎麼樣用一個比較生態 用一個永續技能方式 提供高雄市民一個後花園 提供這個台南市民一個前花園 然後也讓遊艇港能夠有一個停泊的廠區 有一個維修的中心 也帶動地方的發展 我想我已經把這個全盤的這個願景 跟您做說明了 我希望你回去做全盤的了解 那不要再那麼從制度面 從法律面去設定這個層層的關卡 讓這件這個未來開發未來的這個這個願景 沒有辦法實現 不要像舊政府一樣 只停留到這個這個 推偉設置的全部這個丟給地方政府 你要用一個進步積極的這個觀念 全力去規劃新拉港區的未來 跟高雄市政府通往溝通討論 我希望一年之內 就要有一個具體的方向 一年之內 就要讓民眾有感 這個署長 對不對 主席再半分鐘 署長我聽一下署長你建議 是 謝謝委員的指教 這個我們會做一個檢討 剛才那個委員講的 包括帶動整個地方 這個也是我們農委會裡面的目標 問題你要主導 因為土力是你的 漁業署 這塊這個漁港廠區 未來一定有這個責任 做一個整體的思考 整體的規劃 那市政府提供意見 然後協助你們來推動跟執行 當然市政府意見也固然重要 但主導權還是在漁業署 漁業署應該要積極作為 我希望說三個月之內 就未來這個發展的願景跟藍圖 要提供出來 要跟這個高雄市政府溝通 要跟地方做說明 主長可以嗎 可以 副主委 這邊講答應就要去做呢 三個月以來好嗎 好 主長 你也親身去看 主長 你最快速度 最快速度 去現代港 吹喜悔 吹台灣政府 好好的溝通 好好的幾位好嗎 好 好 接下來請蘇正清委員執行 蘇正清委員 蘇正清委員 不在 管碧林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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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王龍章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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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蔡培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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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我們請羅明財委員執行 羅委員請 主席各位 初列習官員大家好 主席各位請主記長 主記長請 主主議長你好 委員好 我們看到整個經濟的變化瞬息萬變了 是的 那英國 如果 脫歐成功的話 對台灣 直接的影響是什麼 還有 我們所有銀行的 曝顯部位 以及我們央行 持有的 這個外匯存體 英鎊也不少 那面對這樣的情況 對我們整個經濟成長的發展 會有若干的影響 不曉得你的想法 看法 以及做法 是怎麼樣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對英國的貿易 大概只佔貿易總量的百分之一 所以對貿易的衝擊的話 是會有影響 但是不是想像中的那麼 說很嚴重 但是它另外一方面 比較重的影響是它有關於金融方面 國際金融方面 那一個是沒有辦法量化 謝謝 我們所有國內的銀行 在英國的曝顯部位有多少 這個抱歉 我不很了解 如果是好幾百億的話 事實上影響是非常大的 對 所以對那個所謂金融政策會有影響 那還有我們央行 外匯存體裡面 有若干的英鎊 所以這都是有影響的 對 會有影響 對 所以這個不得不慎 對 還是要小心一點 是的 那另外想請教一下 這個 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政府的政策 莫衷於事 究竟要把台灣帶到什麼方向 說是南向政策 南向政策開始 我想請教一下 現在農委會相關的這些 那些農畜產品水果等等 蕭大陸 我們跟大陸的 這一塊的經貿依存度是多少 如果南向可以完全來取代嗎 我們蕭大陸的大概目前是 是接近40%左右 至於說是 那個所謂的 到那個東南亞的是多少 我抱歉 我不曉得 至於說 農業的政策應該怎麼樣的話 我覺得 農委會的代表在這邊 更適合我做答 謝謝 我是借機引言 來提醒你 謝謝 因為CPI消費者物價指數 是您管的 那如果說 當初兩岸是 這個維持一個 和平平等 互惠 那勢必有若干的農產品 都會開始交流 我們之前看到的 香菇很多走地下化 大蒜走地下的途徑 可是為 當初 如果說是全面跟大陸 簽服帽 貨帽等等 相關全部都開放了 那影響是 自身協據的 好 那我最後再問主席長一個問題 消費者物價指數 最近大概情況怎麼樣 1到5月份 平均它的漲幅是 1.7%左右 我們看到新政府 現在對整個營業稅 準備調高是0.5% 移徵稅要調高到20% 等等的這些稅付 這個增加了以後 造成物價全面上漲 那麼對這個CPI的影響 會不會影響又比原來的 更加的加劇 那目前的最新的研究是沒有 以前的研究是說大概0.1個百分點 到0.2個百分點之間 那主席處的研究 也大概是在0.2左右 百分之0.2左右 現在經濟不景氣啊 新政府上來了以後 所有想的 沒有竭盡所能去想 第一個想的都是加稅加稅再加稅 當初說好的不加稅 怎麼全部都翻盤了呢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是有新的一個公共支出 所以才會想到加稅 而且這也是地方 這個財政收支法分法相關的規定 那為什麼選舉之前都沒有說要加稅 選舉前都說不加稅 電也不會漲 現在全部都是反其道而行啊 這個已經超過我的能力了 謝謝 是好謝謝 那我接下來請農委會 農委會副主委 來 副主委你好 黃副主委 是 我們今天是講103年度 總決算的這個審核報告 那我們參考以前這個情況 有一些因心因革的 來面對未來 農業 之前一直提到說要農業走向一個新的方向 是農業科技化 或者是說有什麼可以帶動農民 收入可以成長 那究竟現在方向在哪裡 有關農業科技化的一個部分 我們目前是以農業4.0這邊的話 來當作一個走力的一個重點 那農業4.0的話 就是有關農企業的這個部分 以及次級農業的部分的話 就盡量能夠自動化 那來降低它的一個成本 那往增加收入的方向來走 農委會大概一年啊 花多少的經費來做人才的培育 來做品種的改良 我們看到今天很多啊 有很多的改良廠啊 那還有很多的繁殖廠等等 這一年大概經費是多少 在人才培育的話 我們的一個整個總預算 大概是一年大概50億 多少 50億 人才的部分 那改良廠的部分呢 就是全部包括在裡面 那加起來十年就是大概五六百億囉 對 好 那請問 我們農業技術不斷的翻新啊 不斷的推動 那 現在 新政府 對於大陸的這一塊 全民都是封殺吧 是不是 目前 並沒有 我們還是維持現隱 過去的柱度 那上面已經講 全部都是大陸慢慢就漸行漸遠啊 這個市場我們是不要的嘛 是 那我們是對於 就是說 西向的部分呢 我們對於敏感科技 我們是慢慢的會 採取管制的一個 就算西向或南向 南向好了啦 你們現在就算南向 南向政策 有什麼是我們的優勢 可以帶領農民 把這些農序產品消往 這些幾個南向的 東協10加1加3這些國家 有哪幾個是我們的利基 是可以帶農民 走出一條新的道路來 事實上不是只有南向 那我們事實上 對於日本跟韓國這個部分 我們一直在加強 那我們譬如說以日本來講 它的檢驗規格非常嚴謹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未來也會把這個檢驗規格提升了以後呢 我們也會朝著這個東北亞的方向走 那當然南向的話呢 會要考慮到一些經濟的因素 譬如說它是不是適合來採買這樣台灣的一個精緻農業的一個產品 特別奉勸齁 要仔細的評估 對那特別是相交 對那比較好了啦 香蕉 在菲律賓 在印尼很多地方 馬來西亞 成本都比我們低嘛 那生意的話 生意的人就是要將本求利 你台灣送過去 不給錢 所以這點你要小心 另外我要請教一個 這些你們要多去考量 跟大陸這方面 我明年跟大陸農產品的往來 大概有多少的金額 從大陸進到台灣有多少 我們從台灣進到大陸的有多少 那以中國大陸來講的話呢 一百零三年那個 輸銷到中國大陸的是三萬 大概是三萬零幾公噸 那一百零四年是五萬三千公噸 所以是成長的蠻大的 總金額大概是多少 出口的值的話呢 是大概是四萬 四千萬 四千萬 多少美元 四千萬 四千萬 四千四百萬美元 十二億台幣是不是 美金 美元 美元 四千萬嘛 對 大概就是十五億台幣吧 那一百零四年的話 是八千萬美金 我們看到過去啊 很多的文山包種茶 洞頂烏龍茶 茶葉到大陸 哇這個價格創新高 我們的獅斑魚 我們的獅木魚 這個養殖農民很辛苦 送到大陸去 價格都很高啊 現在是大陸這一段 全部都切斷了嗎 我們這產品還可以叫大陸嗎 有些還可以 還可以維持 哪一些可以 哪一些不行 鳳梨 施加 柑橘 芒果 蓮霧 分石榴 柚子 都還可以進去 現在都還有持續在進嗎 對對對 沒有受到管制限制 沒有沒有 他們是有增加檢驗的這個部分 但是進去還是持續在進去 他就變相的嘛 你檢驗很嚴格的時候 你東西就進不去了啊 對 對 那我們產品的一個 我聽說很多農民 現在很多東西都進不去啊 沒有 那個還是有在進去 那進不去找你 你可以幫忙嗎 你可以協助嗎 我們會 有關檢驗的一個結果 如果是一個良性的 我們當然會加強輔導他 讓朝這個方向走 不是 我現在很簡單 最後一句話 就是農民很辛苦啊 這些產品已經 已經這個季節關係已經收成了 要消往大陸 如果進不去的話 你可以協助嗎 經過檢驗以後 我們可以輔導他 以及協助他 維持原來的管道進去的 不是 大陸那邊管道 現在已經停掉了嘛 請問你要跟誰聯絡呢 對 你農委會有沒有直接對口的單位 對 因為出口公司的話 跟我們農委會是有很好的一個關係 就是我們會加強輔導他 有關符合可以出口的一個 農產品的話呢 我們當然是 本副主委你在講你的事情啊 我是說現在過去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對口大陸對接的單位是哪一個單位 有 然後他對方的話 有一個兩岸檢驗檢疫的一個單位 譬如說 大陸他是直檢總級 他這個本來就 真的有喔 現在農民很多的問題 我來找你喔 請問你跟大陸的那個 你說有的窗口 最後一次聯繫是什麼時候 有 直檢總級 最近還有 最近還有 書面聯繫一直都存在的 因為我本身也參與那一個 有關 觀賞儀的這個 兩岸的一個談判 好 謝謝 你說有齁 到時候我們請農民去 如果需要協助 還請你大力來支持 是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江啟程委員諮詢 江委員請 謝謝主席 請主席邀請農委會副主委 還有林務局局長 副主委還有林務局局長 副主委好 我想先請教一下喔 因為既然我們是有關於決算的部分 我還是先問一下之前有關 我們東勢林業文化園區 目前的一個進度 這應該是從去年到現在 有一個委外計畫嘛 請問這個委外計畫 辦理的狀況到底怎麼樣 因為整個實踐已經超過一年了 難道現在都還沒有動靜 不曉得那個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請副 請局長來說明 局長現在到底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長期關心東勢的建設 東勢文化園區的委外計畫 本來是按照程序在進行 因為105年4月11號 財政部公告了 它授權 依照促倉法 重新的授權 它定了一個民間自行規劃 申請參與公共建設的作業辦法 它修正了 所以現在按照新的修正辦法 因此我們在按照新的修正辦法 操作在地方上已經辦了公聽會 大家都贊成來委外 現在就是我們在7月 我們要徵求新的投資人 那這個投資人是原來已經投標的部分 我們也保持接觸 所以6月22號 我們會做招標虛制的審查 7月份的話 投標的人就會進場 然後再陸陸續續的審查 我們預定在今年的年底 所以你現在廠商決定了嗎 廠商還沒有決定 因為7月要公告 不是啊 那你去年不是公告過一次嗎 對 但是因為財政部修正了作業辦法 所以必須重新再走一次 那很奇怪 那這個還可以追溯到之前的喔 對 財政部 我們問過財政部 他說必須按照新的作業辦法來操作 你們整個這一個計畫拖了兩年了 對 這很奇怪 就是因為財政部修正了作業辦法 所以不得不依照新的作業辦法 但是 財政部有來嗎 財政部今天 財政部有沒有來 財政部今天 財政部有沒有來 今天沒有 財政部修正了作業辦法 他剛好在 我們審計部有沒有來 審計部 我請教一下 政府的政策是這樣嗎 很奇怪啊 你之前你的規定 沒有修改之前 所做的所有的行政作為 會因為你後面的一個 新的一個規定 然後整個重新再來跑一次嗎 這很奇怪 請問一下局長 你上一次的公開 公開所謂的徵求 是幾月幾號 第一次公開徵求幾月幾號 本來是按照 然後 對你當然是 在沒有信的之前 你當然是按照當時的規範 那請問你 你上一次的公開徵求 有沒有答案了 當時徵求有兩家進來 然後我們經過評審 有一家是 一家五合 五合初步規劃 因此我們把這部初步的規劃 我們預定就是 按照初步規劃 再往市場上去徵求 另外一家 有沒有按照初步規劃 再來競爭 那這個時候財政部修正了 他的民間之行 就是按照促倉法 46條的作為辦法修正了 因此回過頭來 他就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問過財政部 他的答案是 你必須重新走這個新的作為辦法 於是就去辦公聽 然後呢我們在六月公聽完畢 主委長 這樣合理嗎 這很奇怪耶 那如果照這種規定的話 我請教一下 財政部如果接下來半年後 又公告一個新的 這什麼國家啊 行政命令可以這樣玩啊 可以這樣嗎 一直推翻前面 請問我們的公共建設 然後攸關人民福祉的 這一些相關政策的推動 你有辦法推嗎 局長 這個案拖幾年了 你告訴我 對 這個案子已經事實上是 這個案子是馬英九 當總統的時候的承諾到現在啊 我非常了解 而且我個人對這個案子 超過八年 然後中間一改再改 不斷的再改 改到後來 用你們說要委外 本來說政府要變經費 要變20億 後來變13億 後來變8億 後來變3億 然後到後來變委外 然後委外 委外了兩年到現在又說重來 這什麼建護啊 亂七八糟嘛 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是按照新的作為辦法來操作 新的作為辦法 所有的辦法 新的都可以推翻舊的嗎 那我們什麼都要重來啊 對 所以這一點我們也特別去問了財政部 不過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整個操作流程裡頭 副局長 副局長 這樣合理嗎 這個是政府的政策跟法令可以這樣子嗎 用後面的不斷推翻前面的 我請問一下 不是審計部的職責 不是你們的職責 你們在審他們的預算的時候 我請問一下 去年 林務局 你編多少錢 在這個園區 去年編了多少錢 事實上是沒有特別編經費 是在我們自己的公務預算裡面 一支經費 你用多少錢嘛 大概在兩千萬左右 在這個地方做建設 那這兩千萬拿來幹什麼 就做一些 基本的一些 等於說行銷 或者是基本的廠區的維護 那你的證求跟你的委外公開 這些有沒有花半毛錢 有有有 花多少錢 詳細的數字 我要再問一下 這些都是委外 然後 這些不就等於都浪費了 不會浪費 我們現在新的 做辦法走的時候 新的 原來的廠商 我們還是在聯繫中 這樣算不算浪費公堂 算不算 他有花錢來做委外徵求啊 徵求的老半天 重來 算不算浪費公堂 欸 國家政府可以這樣子搞啊 這完全沒有公信力啊 我們推動了老半天到現在 完全沒有任何結果 然後重來 是這樣啊 審議長 這筆錢 能花嗎 這樣花 合理嗎 其他部會 可以用這種方式 然後呢 來要求其他部位說 你在做的事情給我重來 因為我的一紙命令改了 我們在立法都知道不能追溯前面的 結果行政命令可以喔 可以這樣嗎 你們之前的作業 是不是按照所有的公共工程 委外招標的程序來 對不對 局長是不是 你去年是不是按照促餐的規定 你們絕對是依法嘛 是的 好啦 結果你依法作為 然後現在財政部發了一個新的之後 跟你講說 你過去的都違法重來 然後你們就重來 這什麼啊 那跟你講 你之前做的都是違法的啊 不然你怎麼要重來 局長 你們有沒有搞清楚狀況啊 你們當工人 當那麼久搞不清楚啊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問題我完全掌握狀況 我是非常的積極 那怎麼會這樣子咧 因為財政部它主管法規 所以我們不得不依照它的法規 但是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我們 按照這個步驟走 潛在的廠商有多保持聯繫 現在不是什麼廠商不廠商 我現在跟你argue是 一個行政作為 對 做了超過八年了 毫無結果 中間你們一改再改 我們都妥協 地方民眾也都妥協 就是希望你做出一個東西來嘛 對 所以做個屁啊 什麼也沒做 到後來重來 氣死人欸 我也很遺憾 因為初三法是財政部主管的法規 你們不用去溝通嗎 可以這樣子用命令 然後不斷的叫你重做 那我請教你 我就說你這次造他的 六個月後財政部再改一個新的 你要不要重來 我想這中間我們做了很多的溝通的事情 跟財政部溝通 你們的主委在幹嘛 你們的副主委在幹嘛 按照規定 你部長級的在幹嘛 這些政策溝通都不用去溝通嗎 你就這樣子一再的敷衍老百姓 這答應給地方的建設 答應到現在 你愛怎麼做 怎麼做我們都尊重你 你拿出結果出來嘛 我們今天在審你去年的決算 主席長 這樣的決算可以用嗎 可以嗎 你在浪費公堂嘛 做一些無意義的事情嘛 什麼都通來嘛 氣死人欸 我不管那個花了多少錢 你根本就是沒有效率的行政作為 這應該要懲罰啦 副主席長 你回去檢討一下啦 可以這樣搞嗎 毫無作為 八年了 我想這個案子 如果每一個案子都這樣搞的話 你能做出什麼東西來 我想這個案子 我個人在整個過程裡面 是我非常在努力 我還沒有問其他的喔 我只問了一個很簡單的 你接下來你的混農林政策咧 是不是要重來 混農林政策 目前為止並沒有說要重來 完全 如果另外一個部會 又給你行政命令再給你改一下 再重來 對不對 你們主改還沒有完成 對 對不對 你林務局以後要邊去哪裡 農業部嗎 還是環支部 這個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如果到環支部以後 是不是要重來 政策是不是要重來 你如何對這些林班地的農民交代 你在搞什麼啊 什麼東西又做了一半又重來 你可以呼嚨我 你不能呼嚨老百姓 各位 我從來不呼嚨 我做公務員 39年8月 為什麼是這樣子咧 就是因為法規改變 所以我在這邊很負責任的講 這個案子我要負責任去做到 法規改變 我請教你 因為出差 這樣合理嗎 我覺得很遺憾 但財政部他的主管法規 你只會覺得遺憾 你應該去爭取才對 怎麼會是遺憾 而且法規的解釋 請問法規會有沒有來 我想我們農委會法規會在場 法規在幹嘛的 我們的政府法規可以這樣子弄啊 你合理公告 照程序公告的東西 可以因為六個月一年之後 新的法令公布全部推翻掉 從來 是沒有推翻掉 只是在作為流程 到新的作為流程 在後面那段走新的流程 你知道這個流程拖了多久了 我了解 如果你說照流程 那這個真的就是你行政怠惰 處理一個案件 可以處理八年沒有結果 主席 我覺得很遺憾 今天財政部沒有來 可是我覺得這個 在我們政府的這個預算 還有決算 還有政策指引上面 如果你不改的話 官政的政府都一樣 你不舉 我這兩個案 我追了你 我立委第五年 我追了四年了 你給我什麼交代 農委會 農委會 新政府上來了 展現你的魄力 不然也是一樣 副主委 副主委 可以嗎 我只簡單要求兩件事情 東四林業文化園區 的活化再造 你給我答案 還有混濃林政策 是不是要再轉彎 混濃林政策 我們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要轉彎 我就說嘛 你說到目前為止 你們要不要堅持 如果今天主改又改了 你要不要轉彎 對不對 政府的承諾欸 你把他當什麼 好接下來 我們請鍾嘉賓委員質詢 鍾嘉賓委員 鍾嘉賓委員 鍾嘉賓委員不在 我們請王惠美委員質詢 王惠美委員請 主席有請農委會 來農委會副主委請 副主委 剛剛我們委員講的 那個回去要檢討一下 說真的這樣對 地方在呼嚨這樣 真的是不行 用行政命令來壓倒 一堆東西也是不對的 而且很奇怪 這種東西一拖拖了八年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行政效率呢 報告委員 有關這個案子 事實上剛剛局長也已經解釋過了 就是我們一直不斷的在 回去盡速協調溝通好不好 是 好來本席再問一下 我們過去啊 再強行把我們的二期到座 限制再生到腳交工糧 這個辦了幾年啊 辦了幾年 來 我們請那個榮陽署的副署長 這幾年了 從103年開始 那你們有沒有檢討過效果如何 有我們都會滾動式的來檢討 檢討的結果怎麼樣 你們這個顯然跟我們農民耕作的習慣是截然不一樣 而且呢 讓他們種到的成本啊 因此來提高 那你們的藉口就是說 啊 他的這個可能呢 因為呢 再生到的品質不良 重量比較不夠 所以呢 你們工糧就乾脆不收 可本席在這邊也要替這些農民再講一下 這些農民啊 你看你叫他修根 他是等於要他的命啊 可是我們有很多的農民 又年紀非常的大 而且呢 再生到因為他做的比較早啊 相對有時候品質他是會好一點啊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們針對這個計畫 有沒有打算回去再做檢討 報告委員 那個再生到的部分 因為就像委員說的 他有時候會好 可是他大部分的時候 產量是不好的 所以他的產量是不穩定的 品質是不好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會要胡導 就是不再收購 再生到 我們希望全部都是有更好的到 那個應該是在於 他們不斷不斷的用同一個品種一直來嗎 但是我們現在很多 我們的這個地方的秧苗中心 都會給他們新的秧苗嘛 不是這樣嗎 那他是因為透過不斷不斷的 不去變更這個秧苗的狀況之下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嗎 報告委員 因為再生到的話 他是樹根不是用秧苗 對我知道 他們是從他們裡面 就是收割完之後 直接把淹水直接來蒸著嘛 對不對 對 那如果說我們站在資源再利用及環保節能 省工省錢的一個方式 說真的與其讓他修根 真的還是要鼓勵一下再生到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政策 我希望你們回去再做相關的檢討 你不能說因為我們 因為你們現在在收工糧的狀況之下 你們也不是所有的稻米都收 你們還是有一定的一定的額度範圍 你們才去收工糧的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 本期希望你們說回去再做檢討 再來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屏東農業生物這個技術園區 在我們92年到106年 預計有兩期 第一期我們投資了83億 第二期我們投資了35億 甚至我們在這邊 也把它列為我們的所謂的 這個前店後廠的一個制度來努力 但是本期看了 我們現在好像到103年有88家廠商進駐 跟我們原本預估的120家廠商差異非常的多 而且在園區裡面設置用地實驗農場 這個廠房宿舍的持有率 這個出租率才41% 61% 那最高才到61% 顯然沒有充分發揮 它應該有的一個營運的一個績效 我想要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園區啊 廠商更衣這麼頻繁的原因 到底是為什麼 然後呢這個我園區啊 經濟效益不佳 無法形成一個經濟的有效的一個群聚啊 那你未來農委會怎麼樣來克服啊 畢竟我們投資了100多億耶 有關屏東農業生計元區的部分 我來回答 因為我是之前的主管 那以現階段來講的話呢 我們園區呢已經成長到101家廠商投資 所以這一年多來有在增加 有我們從100年的時候 它的土地成立率只有36% 我們現在成長到 就是涵蓋已經育豬的部分的話 沒關係你要怎麼推讓它有效 畢竟政府這幾年花了那麼多的錢 而且呢我們一直希望把科技啊 帶動到我們所謂的農業相關的一個產業啊 是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具體的作用 特別是最近一兩年進廠的公司 他們基本上它的規模都已經比較大 而且這些規模比較大的廠商的話呢 他們設定的一個目標 只要是以出口為主的一個廠商 所以有關這整個產業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我們是形成六個產業肌肉 這六個產業肌肉裡面的話呢 包括了就是觀賞魚 食用魚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還有 那你現在前店後廠的廠商有多少家 前店後廠目前是五家 那五家我們不敢再去招的話呢 是因為他的 因為他的那個保稅的資格 還沒有完全取得 那還沒有完全取得之前的話呢 你去增加太多的一個 前店後廠的廠商進來 事實上是扶倒不了的 我看你們單單這個園區啊 就搞得好像有點烏煙瘴氣 有一點好像沒有辦法吸引很多的這個進來 那我看我們最近好像我們蔡總統在競選期間 有講到未來要推動所謂的強勢農業 那他以我們這裡的屏東生技園區 以及台南園區來為例 所以未來要來結合我們這些所謂的科技 來推展我們的農業喔 那我想我們現在有沒有什麼比較具體的一個做法 然後呢我看你們現在除了這個屏東啊 這個進駐不佳之外 現在好像預計要在雲林啊 爭取所謂的農業生技中心的進駐 中研院要在嘉義建立研發中心 那本席所在地啊彰化還有所謂的國家發揮園區啊 可是呢就我們現有的東西本席都覺得說我們的使用力很低啊 而且你們都招我們的這個監察院也做相關的一些糾正啊 那我特別我要講一下我們彰化這個園區啊 到現在啊只是以單純過去的花博的一個場景留下來 那也沒有看到有任何的相關的研發 也沒看到對地方的這個產業有什麼振興 那我看你們就現有的這幾個區塊啊 就已經立有未待的狀況之下 你們適合在不斷的在各個縣市繼續做這些園區嗎 你們有沒有考慮把現有的這幾個園區啊 先把它做好啊 讓產業能夠先帶動啊 啊不要四處又放火到最後變多很多的閒置空間啊 這個簡單的回答一下 有關屏東這個園區的話呢 事實上它的一個進駐率 就是土地的存儲率已經達到90%以上 標準廠房這一兩年來也已經達到80%以上 所以這整個產業的一個進駐的一個情形 事實上是已經有大幅度的一個改變 庫路嘛你跟他講的10多年來講到60多% 我們希望你們再加油 特別是現在的新政府一直在強調我們生計的這個部分 對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有二期的這個部分 就是因為它的 來啦再講一下我們彰化的啦 你講一下我們彰化的國家花會園區啦 都是你們講的都是園區 園區你怎麼跟我們輔導嘛 對不對我們彰化縣政府可能的格局沒那麼大嘛 你農委會能不能下來主導嘛 不然的話你青菜農師姐 今天放在那裡的早期 把我們創一下什麼花博 花博完了之後到現在 就放任著我們每一年 一年走過年的時候辦一次 對不對 那對地方的產業到底能夠如何的振興啊 是有有關彰化的這一個花匯園區的話 我們會再仔細的去評估了 評估了評督的結果呢 那再給我全力下來幫忙嘛 我們彰化的花匯可以說佔台灣外銷也是很大的一個區塊啊 是那我們希望就是說結合中央的力道下來 該研發讓他去研發對不對 該幫我們行銷一起來行銷嘛 你放任著一個地方政府如果又不重視這個區塊 啊不然懷花農的一個心血好不好 這個地方再努力再來一點啦 除了有地之外很重要一個人才啊 我看我們生技人才啊過去啊在大學畢業栽培啊 有6876人但是真正投入到這個產業才600多人啊 也不到我們的十分之一啊 我覺得真的是很可惜耶 我們培養了那麼多的人才 到底是教育跟我們的產業結合不起來 還是怎麼樣一個狀況 那為什麼我們培養的一個科技人才 實際上用在產業上面才十分之一 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也需要去檢討 那特別我們現在台灣的強勢本來也是在這個區塊嘛 我們農業說很強 很強的話我們就是不斷的要把研發 不斷的要把新的這個產銷的東西帶動進去嘛 我們生物科技的人才我們希望說好好的來善用 這樣好不好 可以可以 拜託你們加油啦 謝謝 謝謝我們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 政天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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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接下來請 陳婷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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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接下來請 陳怡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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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接下來請 陳歐柏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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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接下來請 簡東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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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接下來我們請 哪些 鄂蘭婷委員 黃昌順委員 葬賢 不在 接下來請 江乃清委员不在 接下来请高尽树梅委员 高尽树梅委员不在 接下来请何欣存委员 何欣存委员不在 接下来请林俊宣委员 林敬宣委员不在 接下来请蔡义余委员 蔡义余委员不在 接下来请吕玉林委员 吕玉林委员不在 接下来请 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不在 接下來我們請 也是我們的招委 徐國勇委員 徐國勇委員 請 主席各位同仁 大家好 我們請副主委 請房副主委 沒有 還有在裡面嗎 稍微等一下好不好 還沒 還沒拿進來 有沒有 好 那副主委 我先你看幾個簡報 那希望說這裡 農委會到底能做什麼 我們看一下 食品安全 應該是農委會也很重要的一個項目 那回歸源頭 那都是農地跟水源 可是我們發現農地被汙染 水源不夠乾淨 那我們希望價格要合理 所以穩定農產品的價格 它最重要 穩定民生基本的物資 而且也可以讓我們這些農民才不會骨見傷農 所以消費者跟生產者才能夠兩例 那現在農委會到底能做什麼 農地汙染的程度改善的狀況 還有評議農產品價格的機制跟對策 我們現在看看第一個 要問的農地的汙染情形這麼的嚴重 好 我們看下一頁 那農委會 你們自己說 要汙染控制場只只剩下371公頃 等等等等 那環保團體呢 他們說有993處的重金屬超標 現在環保署列管的長子僅涵蓋15% 155處 可是呢還有85%超標的土地 838處 可能還沒有依法妥善處理 所以我下面列了幾個問題 汙染農地的實際數量 你到底有沒有明確的掌控 汙染農地的整治方式 到底你們有沒有研究 有沒有有效的執行方式 整治的成效是什麼 整治的效率是什麼 所以副主委 這幾個問題我先請教你 你蓋瓜先回答我這些問題 有關這個農地的一個汙染的問題的話 以農委會的話呢 我們是就是監控而已 它主要的業務呢 是有關汙染的一個政策的話呢 也是由環保署這邊來列管的 那所以是不是有關農地的一個汙染的情況呢 是不是要把台灣的農地做一個健診 健康診斷的這個部分的話 應該是由環保署這邊來辦理 那你環保署辦理 那農委會就坐在那邊就看著人家辦理啊 沒有 我們是 你們的介面在哪裡這是個重點啊 人家所要做的環保署 所要做的是為你們而做啊 環保署要做的不是只有你們 還有很多耶 包括最近的礦產 那是經濟部的礦業局要處理的 國家公園的採礦 但是這環保署這麼多 其中的一部分 是為你們而做 難道你們的介面都沒有 你就跟我回答說叫環保署處理喔 不是 有關環保署列管的以後 那我們農委會就會限制他栽種 會管制他栽種這個部分 你們要再從源頭做起 不要只是最後人家說污染了你們管制 以前就發生過農民故意污染一下 旁邊的工廠歡迎你來排到這些重金屬 然後污染了以後呢 以前是說 那我們就可以變更為工業用地 冒險啊 他的目的就是要變更工業用地啊 然後呢 因為農地不能變更為工業用地 乾脆就讓他污染啊 這些問題才是源頭啦 要去處理 好我們再看 我知道你一時之間啊 大概這些問題啊 你們的源頭到底的介面是什麼 我只是提出希望你去研究來告訴我們 你們的做法是什麼 對環保團體他們的這些呼籲裡面 到底有沒有重視跟做到什麼 我們再看 你我都需要的名稱 基礎的必需品 我們的食物 米糧啊 毛豬啦 雞啊等等這些 還有最主要 蔬菜水果 這一次我們的物價上漲幾乎都是 蔬菜水果拖累的 當然可以怪罪天后 但是有很多在進出口裡面 你們可能也沒有好好的把握 所以才會疲於奔命啊 再看看 那我給你幾個 穩定蔬果價格的建議 看一下 你們到底建立穩健的產銷供應鏈 這供應鏈建立得怎麼樣 那企業產銷 產銷專業區 還有雨嶺正丈 第二點是加強產銷資訊透明 還有容易取得這個才是公平 所以我們看到蔡坦甲才 蔡咖心哪有什麼 然後再來再看看 我們的果菜市場 當我們看到說很多 很多蔬果在大降下 像一顆高麗在便宜到十塊錢的時候 可是你真的到市府去買 會十塊錢買得到 變成說要從產地大卡車送來 在陸間才有可能買到二十塊 所以我要問的就是說 你們的整個機制 還有長期上應該考慮的產量的控制 產銷的合作 產銷的控制 到底做到什麼程度 似乎沒有達到一定的標準 跟達到一定的成效 副主委 怎麼來看 我們從委員的這個內容裡面來看的話 企業產銷以及產銷專業區 以及產銷履歷 以及產銷證照 這個部分我們這幾個月來 都已經積極的在處理這方面的一個問題 這個是給我們一段時間 我們在這個部分的話 也就是說安全農產品提供給市面上的話 就是這幾個方法我們市場都已經 其實你們跟經濟部有很多地方是要合作的 除了不是只有跟環保署農地污染 你們跟經濟部的評議物價 跟公平交易委員會的這一些聯繫 我想這些你們都要去考慮 做一個怎麼樣的一個界面的整合 我們的市政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單點的 就好像我們在讀法律 法律的適用不會只有一部法律 法律一定是一大堆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這一部分 你們到底做得怎麼樣 我提出因為剛上任 我還是願意給一點蜜月期 下一次我就不會這麼客氣啦 我先這一點先告訴我們的農委會 然後我再來講 看我們的海洋 我們的漁業 我們看下一頁來 要搶救海洋說2048年野生魚類消失 人類會沒有魚可以吃 本來以前在講說50年後 現在呢已經不是50年後了 30幾年後 那關鍵 可能是overfishing這些過魚 或者是 一些不當的捕魚的方法 所以我們看一下 最具破壞性的抵托 不管是單托雙托 這些抵托 很可怕 以前是流刺網 流網刺網 現在變成抵托 我們再看下一頁 我們再看下一頁 核材肉 這一些 脫上來的 這樣核材肉 最後呢 只能當飼料 只能夠當飼料 而這一些 可能都是我們要 真正以後 我們食物的來源 好 我們再看看 抵托不只是破壞我們的漁業 破壞我們的 側鎮的海底電纜 那警報會慢三秒 氣象局也瞞了一年 那瞞了一年 為什麼瞞一年 是你們不願意去面對 還是他跟你們有什麼樣的 彼此在隱瞞這些資訊 因為照理講 這些漁船 抵托這些托網漁船 也是你們的主管的 然後再看到 尤其 現在中國的很多抵托 跑到我們這裡 破壞我們的一些生態 包括觀光都被你們影響到啦 這些抵托的船 把珊瑚等等這些 通通破壞 所以我們看看 一些新聞報導 蟑螂 蟑螂富君 你看他的近海 雙拖 雙拖 雙拖網的漁船 違法捕撈 所以看到這裡 你們要合作的對象 還包括海巡署 好再看 前一頁好了 上一頁我提到 山海裡內的違法作業情形 山海裡是我們的什麼 這是我們的什麼區 經濟漁區 什麼經濟漁區 我們的什麼 資源保育的區塊 最好 對嘛 山海裡內照理講 很多國家是禁止捕魚的 除了人來釣魚的就算了 是禁止捕魚的 因為那是魚類 他們的 幼苗在複育的 整個的區域 好 我們再 好 再下一張 所以我要問 你漁業署對於抵托網 到底掌握了什麼 大家看一看 看一下 現行法律規定 山海裡內全面禁止作業 就是我剛剛講的 是 那前面禁止作業 50噸以上 拖網漁船在12里內禁止作業 12海裡內 好 那這一些 你們到底掌握到什麼 怎麼樣的狀況 不然為什麼我們一再的發現 這些照片出來 尤其在漁港常常會看到 這些蛤蛤蛤 就這樣子 整個都拖上來了 這怎麼一回事呢 是 你們掌握到什麼程度呢 好 有關這個抵托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是在 今年的6、28號 已經邀請各縣市政府 以及那個 到今年才在邀請 是 兩年過去了啦 你們漁業署 抵托的產值 取締的數量 這些等等 補貨的餘種 相關統計到底在哪裡 相對應的相關對策 沒有啊 而且這個是 多久以前 從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有關整個可補的總量 等等這些規定出來以後 到底我們做了什麼 好 這個部分我們請那個 漁業署署長來說明一下 好不好 時間也到了 沒時間讓你說明啦 你用書面來告訴我啦 好不好 所以啊 我在這裡要再次強調說 這些都是跟我們民生物資息息相關 甚至跟環保跟環境都有關 免得我們很可能在國際上的漁業組織會被掛紅牌 這是非常危險的 我在這裡來先提出這方面的警告 希望你把這些資料 趕快給我 好 謝謝 然後我進一步研究 我們希望說大家共同 你們的人這麼多 總要找出方法 好不好 好 好 以上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張立善委員 張立善委員 張立善委員不在 我們請張立善委員 張立善委員請 張立善委員請 好 謝謝主席 我們請那個農委會副主委 來 請來 好 委員好 副主委 台灣有沒有以農曆國 有 農業在台灣來講算不算很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您講一下 如何重要 在我們的產業 在我們的經濟 各項 你所認知上 請說明一下 有關農業相關的產業 佔我們的GDP 大概是12%左右 所以 包括它的一個 不是只有刺激農業 包括它的加工以後的 相關的設施加起來大概是12% 所以 事實上它的 不管從產值 或者是從重要性來講 因為它供應我們全國的 主要的一個 糧食跟作物的這個部分 所以 應該是非常重要 既然你如此說的話 那我們現在台灣的農業產業 是正在發展 還是漸漸衰退 農業產業 我們基本 這10年來是衰退還是成長 它 你講很重要 可是數據告訴我們是衰退 一部分是成長 一部分是衰退的 香蕉是衰退吧 香蕉是衰退 沒有 10年前是將近3萬公噸的一個出口 是 現在是多少 現在不到5000噸 那 我們曾經講 我們重視農業 農業也是產業 農業也是糧食的這個來源 我們的糧食自給率要達到多少 這個 騎乘跟計畫的一個目標是怎麼樣 以目前來講是34% 我們的糧食自給率 那我們的目標是跟日本一致的 就希望能夠提升到40% 在100年的時候提出10年內要達到40% 是這樣嗎 是沒有錯 那103年的時候你們給我的數據是34% 那現在呢 104 你是以每年多少幅度在增加 也就是說10年內要增加到40% 那從100年開始算 你認為這個目標會達成嗎 你做了什麼樣一個努力 我們從修耕的土地這邊的話呢 鼓勵它去轉做的這個部分在努力 土地轉做 具體說明一下 就是進口替代的這個部分 譬如說玉米小麥 那雜糧這個部分我們是在轉做的 譬如說 本來是20萬公頃的秀耕地 我們在去年已經降到9萬多公頃的一個 只剩下9萬多公頃的一個秀耕地 雖然你是這樣講 但是反映在我們的出口跟進口 從99年到103年 其實進口是增加 出口也是增加 從103到104出口跟進口都衰退 大概平均來講 我們每一年進口的這個農糧 大概是150億美金 而我們每年出口的大概是50億美金 這數據有沒有錯 這相差百億美金 在你剛剛所講的那些方式當中 如何反映到數據上來 那表示說我們的農業產業 在您的剛剛所提出的那些方式之後 會達到我們糧食的自給力會提高 會達到我們產業的一個發展 這個出口的部分的話 沒有說進口是150幾億 出口是已經達到快61億的這樣的一個標準 你那個是104年底的數據嗎 104年 但是本期向你們調的資料是48億 8的這個美金 你是在去年年底的統計數字還是 不過這個可以跳過啦 那所以你們去嚴格控管這樣一個數據 那再繼續努力 可是你說的農業的產業農糧的自給力 那為了達成這個 總是要有農業的這個就業的人口吧 是 說明一下現在台灣農業的就業人口 在年齡上的一個分佈 或是我們全部從事於農業的這個工作數 現在是呈現是有沒有一個趨勢跟變化 目前的話呢 農民的平均年齡大概是62歲 目前 六十幾 62 相較於10年到現在 是增加還是減 是年齡是往上升還是年齡是往下遞減 是往上升的 年齡是越來越大 對 也就是說本來是一個常態分佈 但是這個常態分佈 卻向老齡化在發展 整體從事農業的人口 它的總人數跟它的總比例 是增加還是減少 應該是減少 應該減少 你們給我的資料 農業就業的人口數 這93年到104年 從64萬減少到55萬 減少了8萬多 農業佔總就業人口數 從93年的6.6%到104年的4.9% 也少了13% 所以我們剛剛一直講 你說農業發展 然後提高農糧的自給力 可是其實從數據 從事的年輕人反而減少 從事的總人口數 佔比例也越來越減少 那你如何因應 你如何解決 請說明 我們當然有很多方案在解決農民 就是農民不足的這個問題 這裡面有兩個問題 你如何提高從事農業的就業人口 我們是從小弟子 沒關係 如果副主委你旁邊有人代答 我也都接受 但是我希望你講清楚 是 因為這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如何導向讓年輕人去從事農業 是 這個也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一個目標 那至於這個數據的問題 在104年 事實上我們的那個人口 就是農業人口是有成長的 只不過成長的幅度並不是那麼大 但是相較10年來其實是減少的 而且那個佔的百分比是降低啊 沒有錯 就10年來是減少的 但是在去年104年 事實上它是增加的 這也是 如果你這樣能夠推估 105再造104還會再增加嗎 那你現在在這裡是要做一個保證 還是做一個承諾 還是做一個說明 你的意思是什麼 依照 這個趨勢嘛 你總是決策判斷分析 最後你 你該下什麼樣一個指標 該再怎麼樣一個法令 該再怎麼樣一個計畫 該再怎麼樣一個辦法 去做能夠提振有效的一個方案 要的就是看這個啊 是 那我們當然是就是說 農民 就是說我們輔導他們變成年輕化 所以我們會有農民培訓 很多培訓的方面 你鼓勵年輕人從事農業嗎 是 如果你要鼓勵年輕人從事農業 那你就要說明啊 為什麼我們的年輕族群如果去從事農業 是值得鼓勵的 是有很多正面的正向的效益的 那你說說看啊 否則你為什麼說你鼓勵 當然就是說這一段時間以來 我們自從創造了農民協議以後呢 那農民 年輕農民的投入農業的話呢 事實上這幾年是有 你答的不是我要問的啦 我就這樣問你 年輕人去從事農業 能不能跟上這個時代科技的一個潮流 他可能可以採取更多的智慧機械 他可能可以結合產地跟市場當中的連結 避免剝削 他可能可以在他更多的一個行銷方法 他可能可以促進農業跟精緻化 但是他的生產力他的效應更加提高 符合這個時代的一個進步 這個委員所提到的 我本來是期待我這番話是從你那邊講出來 所以才要鼓勵年輕人去啊 所以委員所講的這個市場 我們也是長期這一段時間以來 我們一直不斷的在朝這個方向去去努力的一個目標 因為我們相信如果更多的年輕人去從事的時候 他在他生產的一個場地 他可能運用更多現在因為科技進步的一個有效方法 他可以也可以結合電子資訊 讓他的農作有沒有 可以有很好的管道跟途徑來去做銷售 對沒有錯 那你們做了什麼去幫忙 你們做哪些啊 你既然鼓勵年輕人又覺得這是正向的 那你們做哪些去幫忙 對 我們補助 去導引這樣的一個工作人口 因為高科技也許是高風險啊 可是農業的話 因為每個人對於農糧的需求 最終是一定需要的啊 那如果覺得這個重要 那又覺得人口逐年這個流失 那你們做什麼去幫忙 那譬如說我們對於農業機械的一個補助 我們協助年輕農民去補助他們農業機械現代化 那農地的低利貸款 那這些很多方面 還有農民協議 還有小弟有大電農 這裡面我們都有一些鼓勵的一個措施 來協助他們年輕農民的話 但顯然做的不夠 誘因不夠 或是宣導不夠 因為我剛剛講的 年齡的常態分布 是趨向於老齡化 就沒有得到這個優勢啊 其實在台灣 年輕人來從事農業 我覺得是個優勢啊 不見得大家一股腦都投入到 資訊高科技產業啊 那個投資大風險也很大 你是否認同 是 好 但是我現在講了 那我就舉一個例子 竹仔坑是休閒農業吧 是休閒農產 你們現在總共有多少家的休閒農業 休閒農業應該也很適合年輕人去發展吧 像台灣很多年輕人跑去澳洲打工有八成啊 去做這個農產相關的這些工作事務啊 那我舉一個休閒農場 我就沒有看到你們有這積極的一個作為啦 統計是幾家 合法許可是幾家 這幾年當中根據你們的輔導 又成功規劃了幾家 我們目前有三百多家 目前有三百多家 這三百多家都是取得許可 總共全台灣休閒農場現在在運用的有幾家 三百多家都是取得許可的 你這是有許可的 我現在就講 其實一定有遇到瓶頸 包括他要根據這個要去設立公司 包括他這個申請場地的一個使用 這都受到瓶頸啊 以每一個休閒農場 大概每個月可以有幾十萬的一個營業額 相較於一年可以有上百萬的營業額 如果你是五百家 一千家這樣乘上下去 絕對會有很高的一個經濟效應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面 我覺得農委會值得去努力 那今天因為我的執行時間已到 那你再把更詳盡的一個規劃措施做法 再提一個書面報告給本席 好 謝謝 謝謝姜委員 那現在雖然全部都登記完畢 但是因為蔡白衛委員他已經到現場了 那我們還是給蔡白衛委員相當的時間來執行 請 謝謝主席 有請林部長跟黃副主委 那副主委 林 審計部 那個審計長請 對不起 審計長 蔡白衛委員 謝謝審計長 我很仔細的看了決賽報告 就是以很厚的那一本這樣子 那我覺得您對這個農委會的一些執行的項目做了很具體的建議 同時也要求他們要回覆 但是我相信對於農委會還有很多事情 我們應該要繼續的追蹤繼續的加強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事情恐怕我們也要花一些功夫 大概是哪一些呢 我就主意的來跟您說明 第一個是我覺得灌牌分離很重要 為什麼我會特別強調灌牌分離呢 因為呢現在我們大家很在意食安 可是食安的基礎是農安 過去可能台灣是 比如說大家一起種水稻 或者是大家一起種甘蔗 可是現在不是了 現在可能有的同樣是這一區的田 可能林田是種芭樂 隔壁的田是種番茄 這個裡頭那個 投資農藥啊或堆肥的時間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加強做灌牌分離 那這一方面呢 我相信農委會有在做 但是比例是非常非常非常慢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相信未來恐怕也要麻煩審計部 花一點功夫在這個決算的這個調查上面 然後第二個我想要講的是跟 既然都要跟農安食安有關的話 環安的農地污染 我看了您報告裡頭呢 是基本上是不管是確定是農地污染的 所以我們會在上面 比如說這421頁有提到 會去射監視點啦 可是事實上更可怕的是 還沒有被確定 但是已經被污染了 因為台灣的不管是這種石化葉 或者是很多的這種重工業 它有很多重金屬的污染 所以它很可能會找到良田 比如說我知道佐水溪沿線的彰化 或者是高雄屏東的 久如離港美農的這個三不管交界地帶 它有挖到八公頃 這樣子的一個就是把它的泥土挖去賣走 然後再填廢氣屋進去耶 所以我覺得農地污染土地的調查 這個也是應該讓農委會花時間去做的 而不是只是調查出來的 就把它推給環保署 或者是推給其他單位 我覺得這個呢也是為了要 要麻煩審計部您這邊費盡心思的啦 然後第三個呢是情流感 我知道防護主委對這方面也有所研究啦 但是呢過去對這些廠區的調查 太薄弱 換句話說呢那個病菌的感染 以及這些廠區到底合不符合 這個序幕的安全的需求 我們也不知道 那如果說農委會也沒有去做調查 然後審計部也忽略了對這方面的查核的話 等於就是放他們就是輕鬆過關這樣子 然後第四個您在報告裡頭也有提到這個極端氣候 不過極端氣候講到的是水利的灌溉 可是事實上在極端氣候這個調試利用 從聯合國到世界各國 他們花很多力氣反而是在品種 但是這個品種的研發不是過去的又大又甜 他的研發是怎麼能夠找到適當的品種 比如說台灣最近紅到這個 意大利的這個世界博覽會裡頭的這個紅藜啊 其實是排灣族原住民的品種 換句話說呢 我知道有一些老人家 他們也會保留這個家戶的品種 或者是原住民族群 那這些部分呢或許就是需要我們的農改廠 能夠加緊的去調查研究 然後去創造出台灣比較好的未來的農耕方式 或者是我們另外再講 我們現在的黃豆其實都是這個進口的基改黃豆啊 那台灣以前的醬油是黑豆做的啊 哪一些土地四地四種 哪一些品種有所這個可以來加匯大眾 我相信這個都是應該要關注的點啦 我之所以要提出這四個項目 就是希望後續審計部可以在這方面能夠加強查核 然後讓我們看到農委會做他們該做的 而且是加匯農民 加匯所有消費者的 好這個部分 審計長您覺得應該可以來進行嗎 是的謝謝委員主教 那麼在農委會是相當重要一個部會 特別是他牽涉到整個國家的一個勇氣 還有這個國民的一些健康 那我們在每年因為審計機關倫少數款 我們掌握到他比較重要的一個計畫 或是跟人民相關性較高的計畫來查核 剛剛委員提示這幾點我想 第一個就是在這個政策定定跟族行 在農委會這邊應該重視 那審計機關當然會周圍旁貸 在後續的這個追蹤我們會再來繼續壓強 謝謝委員主教 好謝謝神記長 那麼幫幫謝謝您可以回座 那請黃副主委 委員剛剛所提的幾個項目的話 我試著一一來回答 第一個有關農地污染這個部分的話 那只要是環保署在處理 那我們農委會這邊的話 是負責的是監測 所以我們跟環保署事實上有很好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聯繫 監測出來的一個資料會給 好來既然你說你跟環保署有很好的聯繫 現在告訴我 在我剛剛講的三不管地帶 久如離港美濃那裡有多少不法的場所 多少 你們就是沒有調查啊 你們就是應該要去好好的做調查啊 要不然我坦誠的跟你講 我看到這裡重金屬污染 隔壁在做木瓜 這可以吃嗎 這個請我們請程所長回答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個是他最清楚 來您回答呀 委員好 那農業線所針對台灣的農地 大概每250公尺我們就有取樣點 所以每250公尺的取樣點包括農地 你們取樣的比例多高 我們幾乎把台灣的60萬公頃的可耕地 全部都把它取樣完了 所以這個部分剛剛環保署所提供的 993個那個可能的污染地有沒有 也是由農事所的資料 但是你們的取樣點是什麼時候的 因為那個污染地 比如說我剛剛也講到啦 彰化的佐水溪沿線 一樣有人把這個肥沃的土地拿去賣掉啊 然後繼續丟進去這個廢棄物污染啊 所以這件事情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而不是你幾年前 或者是什麼時候去取樣 就把它定著在那個時代啊 跟委員報告 我們那個取樣是隨時在更新的 那整個污染地的污染 它除了都市的一個發展以外 重要的是它可能跟地質也有關係 所以有一些土地它的重金屬超標 它可能是因為地質的關係 也可能是環境污染的關係 所以我們有跟環保署說密切的合作 或者是您講到地質的時候 恐怕應該要去思考地下水的污染啊 因為這些重金屬的污染 不是只停著在那塊你們取樣的地啊 它如果影響污染的廢水 還是會四處流竄啊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說 謝謝您的那個報告 請您書面提出啦 我要講的就是我們既然這樣子恐怕也 你們就去做我剛提的 那現在我要進到這個決算裡頭 我覺得我們就來時間也有限 我們就來討論生產資源水跟土地啦 好不好水跟土地齁 比如說在他們的決算報告 以421頁有特別強調 推廣漢座灌溉計畫 為達目標的北極桃園石門彰化雲林高雄台東 七個農田水利會 坦白講很多啊 這些七個農田水利會 大概占到台灣一半以上的面積啊 那你們要怎麼去輔導 怎麼去加強辦理 結果呢你們只回了一個說 我會加會更多的 願意做灌溉設施的農民啦 那為達的加強輔導啦 你們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你們具體做的 不要只是這樣聞來聞去的這些 坦白講的都觸及不到重點的 我們請問那個水保幾回的 報告委員 剛剛那個委員提到就是這幾個水利會 在推廣那個漢座灌溉的部分 比較 成效比較不張喔 那事實上它我們整個 屬於中南部的漢座灌溉 它的推廣面積事實上是已經有達標的 那剛剛談的這比較中 北部這幾個水利會 我目前持續在做一些 宣導跟教育訓練的工作 來提高這個 好謝謝 但是您的回答跟回答審計不一樣 就是空口白話啦 坦白講 我要的是具體的 那水利之外 農地的使用恐怕也很重要 特別是你農地的調查非常的複雜 然後呢 這裡頭有非常多不管是違規的 這個違章的工廠 或者是農舍啦 那我想要問的就是呢 在這個部分呢 你們在以427裡頭也有提到就是說 地方政府沒有按照農地利用 這個農地農用啊 有一些為失的缺失的事項匯整啦 可是我看到的就是你們可能寫了很多 但是他沒有做 比如說啦 我這麼講好了 沒有積查 就去核准興建農業設施跟農業案件 有18個縣市都沒有去做調查 然後呢 沒有專人的管道 也沒有去獎勵民眾檢舉啊 如果說今天他違規使用 我們獎勵民眾檢舉 說不定我們可以擴大去找到這些違規使用的點啊 有13個縣市都沒有做 那你們要怎麼去處理 不要只說我會加強輔導嘛 你要怎麼處理 好 謝謝 沒有最後面的 好 OK 那針對我剛剛的提問 麻煩書面回覆謝謝 先不要走齁 等一下 那個蔡委員也先不要走齁 我們要維持最少三個人在這裡要處理議案 好 我們今日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答詢完畢 我們做如下決定 一 報告及答詢完畢 二 委員王龍章所提的書面執行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並請相關主管機關與書面答覆 第三 委員執行位級答覆部分 請相關主管機關在一週內與書面答覆 然後呢 有關委員執行中要求提供的相關資料 請在期限內送交各相關委員會 各相關委員以及本委員會 好 我們現在處理討論事項 我們請議事人員宣讀審查項目 中華民國10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郭武函附屬單位決算及中繼表案審查項目 一 單位決算部分 一 農業委員會 二 林務局 三 水土保持局 四 農業試驗所 五 林業試驗所 六 水產試驗所 七 續產試驗所 八 加入衛生試驗所 九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十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十一 茶葉改良場 十二 總苗改良繁殖場 十三 七個區農業改良場 十四 漁業署及所屬 十五 動植疫防疫檢疫局及所屬 十六 農業金融局 十七 農糧署及所屬 二 非營業特種基金決算部分 一 作業基金 農業作業基金 二 特別收入基金 農業特別收入基金 宣讀完畢 好 請各位委員 對於審查項目有沒有意義 好 沒有意義 我們均照案通過 好 我們審查結果 本次審查農業委員會主管 各單位預算執行政策實施 及特別事件是審核救濟等等事項 均照鏈 請問各位委員 對於審查結果有沒有意義 好 沒有意義通過 本次會議議程全部進行完畢 上會 大家辛苦了 好 都是借1 稚 Base 工作室 we brake 穩定 8 3 cape 4 2 1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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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